如果给你一次机会脱离现在的生活 到一个充满异能的世界 你还自带复制绝学的外挂 你会选择怎么开启这新生活 轰 轰 轰 变光火时间 一颗陨石从天而降到 正巧砸晕了林家大少林秀 一时间众人议论纷纷认为是天降灾祸 一个时辰后 林秀睁开双眼 竟然不是在魔都的锦绣会所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自称是孙大力的操汉子 还有在遇见飞行的人 这是什么神操作 做梦了 孙大力看着一脸猛的灵秀 伸手搀扶 脑子里传来的系统提醒 就在两手接触的那一刻 我压麻呆住了 孙大力羞涩地说 少爷大庭广众的 灵秀却说别动 复制成功 宿主获得能力力大无比 我被一个男人握手这么久 我不干净了 这这这 操作也太秀了 我这是穿越了 并且还自带外挂 不行 我还得找人再验证一下 公子你看看奴家行不行啊 公子 我可遇 可罗可甜可咸 带我去见见你们隔离 会受语的那位姑娘 海棠 出来接客了 公子安好 灵秀上前一步 抓住海棠的手 猴急地只能坐下来 任他失为 果然可以 马上成功了 筐 灵秀 你给我滚出来 居然失败了 哪个别犊子 今天坏我好事 灵秀刚潇洒地扔钱给老宝 要求带去找会兽语的姑娘 马之窗外 就传来小姨子的叫骂 灵秀 你给我滚出来 只见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个肤白貌美 大长腿的妹子 这要是放在现代 那真的妥妥的是女神啊 只听女子嘀咕地说 就你这样的人 居然是我未来的姐夫 她也配 真的是为自己的姐姐惋惜 灵秀听到就是一阵恼火 本少爷正在关键时刻 居然被你压得打断了 就像优盘拷贝99% 被人强行拔了 放谁身上 谁受得了啊 美女老子见多了 你算老几啊 俗话说得好 武力值得高低 决定家庭地位 小姨子二话不说 就是一脚 灵秀大喊 大力啊 救命有人强强名男 直接厚脖子一刀 晕了过去 要不是你是我未来的姐夫 我才懒得管你呢 灵秀迷迷糊糊 已经是深夜 就看到凑近的一张大脸 真是人吓人 吓死人 谁把我送回来的啊 为什么我的屁股会这么痛 孙大力说是二小姐 把你送回来的 你的屁股 也是二小姐踢的 你不是我的护卫吗 这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母老虎打 孙大力说 我打不过二小姐嘿嘿 再说你和她的姐姐 还有婚约再审 哈 啥婚约 被你陨石砸傻了 就是你和她姐姐赵灵俊 从小就有婚约啊 哈 我堂堂海王居然被包办婚姻了 这婚约必须解除 绝对不能让它影响到我日后策马奔腾的幸福生活 心里刚理清思路 却被手里的异样给打断了 这是什么 你刚才说是赵灵英抗我回来的 是的 少爷 灵秀盯着自己的手 少爷我真是天选之子啊 原本只想复制兽语 没想到因祸得福了 复制了兵制艺术 原来我真的可以复制别人的艺术啊 哈哈 有便宜不占 就是王八蛋呀 我得去薅一波羊毛去 可是去哪里好呢 孙大力 想要修行艺术 要去什么地方 少爷说的是艺术院吧 但是少爷 你根本没觉醒艺术 而且你这年纪 也不符合艺术院的要求了 看来还是得想办法进入艺术院 这世界拳头才是硬道理 既多不压身 还是要去烫品相隔 再见到兽语的姑娘 二话不说 就是上手抚摸起来 我就知道 男同胞们和我一样猴急 哪知灵秀办完事 真的是提起裤子 就不认人 扭身就走 灵走还叫灵秀以后多来找他 经过鸟笼子 鸟秋秋地叫着 在灵秀听来却是 嘿嘿 小公子走了 来 别笑一个 灵秀一个转头 诡异地笑了起来 走出品相隔 就感到一阵凉意袭来 不禁地打了一个寒战 却见赵灵音 从人群中向我走来 真的要死了要死了 怎么老是碰到我这个小姨子啊 就在恍神的两秒钟 灵秀已经被赵灵音 给反手臂动在城墙上 你还敢来亲喽 我是去干正事的 什么正事王室 你再敢这样 我就让父亲取消 你和姐姐的婚约 赵灵音大声吼道 灵秀满脸惊喜地回头 居然还有这种好事 这不是正中下怀了 立马开口道 择日不如撞日 要不舅舅今天取消婚事 你修了五刀 你竟然还敢提什么退婚 我姐姐哪里配不上你 说完 一击手刀 朝灵秀攻击而去 又来 这母老虎 真是说动手 就动手呀 啪 一声响 手刀居然被接住了 咦 这是什么情况 不是说灵家大哨 是个毫无艺术的废物吗 你这是觉醒艺术了 灵秀眼神慌乱一下子 不知怎么回答 既然觉醒了艺术 你就好好修炼 再让我抓到你来青楼 我就打断你的腿 明明是笑着说的这话 灵秀却感觉比怒吼更让人恐怖 赵二小姐说完这话 便转身而去 从背影也能看出 似乎心情还不错 可是我觉醒艺术 这货这么高兴做什么 带着疑问灵秀 一路走回自己府邸 刚进门就看着孙大力 热泪盈眶地朝着他飞边来 嘴里还说着少爷 老爷和夫人回来了 糟了 这是园主父母回来了 可是我鸭也不认识啊 这怎么办 还是电视剧老套路 装失忆算了 招不在心 有用就行 你们失 灵秀装作一脸茫然地 看着对方 灵夫人大惊失色地 看着灵秀 心中想着 秀这是脑抽了 此时 孙大力上前痛哭到老爷夫人 都怪我没有保护好少爷 一个时辰后 灵老爷一脸不可置信地说 你说秀被陨石砸中 失忆了 还觉醒了天街的冰之艺术 大力说 是的 老爷 灵老爷看着灵秀 颇为心疼说道 哎 人没事就好 灵夫人也跟着点头表示赞同 说得对 人没事就好 灵夫人立马双手端过一碗鸡汤 送到灵秀面前 说道快喝吧秀 好好补下身体 灵老爷看到这温馨的一幕 忍不住对灵秀说 为父为你寻得 清理斯文书的差事 足够生活无忧了 爹娘不求你出人头地 观韵亨通 只求你平安就好 灵秀听到这话 眼眶湿润 颇为感动 这就是家吗 上辈子从未有过这种 被人关心的感觉 灵秀端起刚才的汤大口喝起来 一饮而尽 仿佛这样才能回报 两位爹娘的心意 可惜 你们是另一个灵秀的父母 不是我的 灵老爷看着如此懂事的儿子 当下颇为感动 忍不住出口说道 而啊 卫父和你娘想了想 婚约一事 还需要慎重考虑 灵夫人紧接着也说 娘说句心里话 现在灵家和赵家 已是天壤之别 这婚约 灵秀伸手打断 满脸不屑地回答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赵家我们高攀不上 与其座椅待毙 不如早点把婚约取消 灵父灵母一脸猛 灵老爷灵夫人听到这话 满脸欣喜地说道 你能这么想就太好了 爹马上给你找一个 门当户队的妻子 你们争取早日完婚 灵夫人仿佛已经看到了 儿孙满堂的画面 满脸赞同地说道 是啊 早点让娘抱上孙子 我不要 我才十八岁 说完这话 灵秀吓得拔腿就跑 灵夫人喊道 秀儿 你跑什么 娘十八岁的时候 你已经在我肚子里了 灵秀一口气跑出了院子 嘴里嘟囔着 玩什么婚 有这时间搞事业不好吗 不过 到底该怎么提升艺术 这也太难了吧 这边还没想出答案 邪眼瞄见自家丫鬟 拎着水桶路过 灵秀开口道 阿月姐 我来吧 反正觉醒立志艺术后 就一身的力气 阿月害羞地回答道 麻烦少爷了 话音刚落 自家的大门被哼一声推开 赵灵音大喊道 灵秀 灵秀光听声音都听出来 这就是赵家二小姐赵灵音 吓得虚汗直流 身体不受控制地 躲到了阿月身后 灵秀心想 这母老虎不会又是来揍我的吧 赵灵音这次并没有出手 而是对着灵秀说 跟我走 赵家二小姐赵灵音 突然出现在灵家 并带走了灵秀 一晃两人就来到了 号称顶级艺术高手摇篮的艺术院 只见赵灵音和灵秀对面 站着一位先锋道骨 的白眉老者 颇有点当代张三丰的感觉 他低眉思索 略带惋惜地对着二人说道 若能早些觉醒就好了 可惜赵灵音慌忙接话 院长 你答应我的 院长颇为淡定地回答道 说好的事自然不会反悔 话音刚落 就拿起桌上早已备好的一托盘东西 递给灵秀 并对着灵秀说道灵秀 往后你便是艺术院的学子 要勤勉奋进 为国出力 院长说完这话 转头对着赵灵音嘱咐道 只是他的修行还得靠你 赵灵音立马低头行礼 并回答道 我会好好教导他的 灵秀双手接过托盘一时沉浸在 自己被艺术院录取的欢喜之中 不敢相信 想进艺术院的愿望 就这么简单地 被小姨子实现了 两人拜别院长 走出了艺术院 随着两人离开 消息也在城里传播开来 顿时众人议论纷纷 议论无非分成两种 一种惊讶于灵秀的艺术 没想到平安博的废我儿子 居然能觉醒艺术 另一种看着赵灵音对着灵秀如此尽心尽力 想到赵灵音身后的赵家有何所谓 灵秀还沉浸在自己被艺术院录取的兴奋中 没想到自己以前总想体验一次吃软饭 没想法在这里实现了 拿着这些钱离开我姐 之前我这里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还是想向你道个歉 灵秀白手道 你姐姐是天之娇女 放手了对大家都好 赵家一诺千金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婚约依旧 有没有搞错 这和天之娇女打脸废材的剧本 完全不一样 虽然你的艺术觉醒都晚 但乾坤未定 谁认都可以是黑马 没有想到 这个暴力女 还是有温柔的一面的吗 姐姐已经觉醒第五次了 想配上她你就得勤加练习 要是想偷懒 我就打死你 两天后 灵服 艺术的每一次觉醒 不仅实力会有显著提升 还可以解锁全新的技能 觉醒的关键 就是积蓄足够多的原力 书上都说 艺术修炼 需要在相应的环境下 才可以最快速地修炼 这大热天的 修炼冰之艺术两天了 NND就进步一点点 咔嚓 咦 我都没有用力 这么就裂掉了 难道桌子拎起 和我想的一样 我在修炼冰之艺术的 同实力之艺术 也跟着提升了 修炼一种艺术 其他能力 也能齐头并进 这操作也太秀了吧 霍霍 霍 你果然是在家 灵秀心想 你这个母老虎 怎么又来了 就不能放过我吗 脱衣服 哪里知道这个女人这么糊 不太好吧 我还是一个楚男呢 而且 你还是我的小姨子 我们这样 冰之艺术 哗 灵秀的衣服 就这样爆开了 灵秀心想你要来墙 也给我点准备的时间啊 啰嗦 一个时辰后 赵灵硬脸淡红红地 从灵秀的房内走出 也不知道在里面这么就做了什么炮火连天的事情 灵走还说 表现得不错 明日我再来 灵秀一副精力消耗殆尽 只剩下疲惫和虚弱样子 谁看了都会觉得 他们有奸情 赵灵硬哼着小调走了 孙大力马上上前问道 少爷 你该不会是想要姐妹双收吧 那你 孙大力怀疑 灵秀是想姐妹双收 殊不知 灵秀却不是这么想 刚才他和灵音在房间待了很久 这狗东西 一定是误会了 灵秀道 就知道瞎嗶嗶 刚才灵音是在帮我修行 孙大力冲着灵秀挤了几眼睛 懂得 懂得 二小姐 对少爷可真好呀 灵秀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以为谁都和你是的 每次我有危险 你都是跑得最快的那个 孙大力脸上露出憨笑 真诚地回答道 嘿嘿嘿 实在是 打不过二小姐啊 面对这么诚实的下属 灵秀一时不知如何应答 只能转移话题说道 明天你陪我去趟清丽丝 少爷去那里做什么 孙大力疑惑地问道 灵秀白白手道 总不能一直吃空想 得去认个门 一日 灵秀两人并未受阻拦净直 走进了清丽丝大门 一进院内 灵秀不由感慨 光看院内的环境 就知道 灵家夫妇 为了这平庸的儿子 没少费心思 走进清丽丝院子 正面对着的是 清丽丝大堂 也是开堂审案的地方 灵秀目光一瞥 发现大堂门口 回了不少身影 而衙门之外 也是人影绰绰 怀着一颗八卦之心 灵秀挪动脚步 凑了过去 清丽丝大堂内 衙翼站成两排 最中间的位置 铺了一张草席 草席上盖着白布 草席旁跪着一名衣着破烂的老人 而他身边站立着一位 衣着华贵的年轻人 望着没有丝毫慌乱的年轻人 坐在上方的清丽丝郎中 顿感头痛 还揉了揉眉心 问道 秦聪 有人看到 昨日王室进了你的府中 今日他便一死在家 对此 你有什么解释的吗 秦聪摇了摇头 说道 昨日他是进过我家 但那是他收了我的银子 自愿进府中陪我的 完事之后 他就回去了 他一死在自己家里 与我何干 这时 跪在那草席旁边的一名老者 却痛哭说道 大人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小女一向洁身自好 怎么可能与人做那种勾当 求大人还小女一个清白 还小女一个公道 堂下看热闹的人群 听完这话 私下窃窃私语道 站着的那位 是一等伯情侣之子吧 就是他 一时间 众人纷纷替老王头感到惋惜 平临哪能告赢权贵呢 这女儿 怕是要喊约去了 清丽四郎中沉默片刻 缓缓开口道 王氏自意而死 不能证明与秦聪有直接关系 此案 大人且慢 清丽四大堂外围观的人群 让开一条通道 一道身影缓缓走进来 来人正是灵袖 只见他 先是对清丽四郎中抱了抱拳 然后才道 大人 王氏并非自意 而是被人杀害的 不等清丽四郎中开口 他便指着白布说道 人若是自意而死 双脚 会因为无力而垂地 此尸体双脚僵硬指天 说明他 极有可能在上吊前就已经死亡 且有一定时间 此外 自意而死的人 会舌尖外露 面部亲子争鸣 是不是自意 只要掀开着白布便知 他前方不远处的年轻人 听完这话 瞳孔不易察觉地缩了缩 一会 一名牙役奉命掀开白布 露出旗下一个女子的面容 那女子面容秀丽 只是脸色有些苍白 静静地躺在那里 舌尖也并未伸出 果然如此 这么说 此女士被人害死一时间 众人议论纷纷 清丽四郎中 轻敲金堂木 大喊一声肃静 清丽四郎中深吸口气 缓缓说道 此案疑点甚多 秦聪暂时收押 退堂 秦聪倒是无所谓 微笑道 无妨 我相信 大人会还我一个公道 秦聪在牙役的陪同下 走出大堂的时候 回头望了灵秀一眼 目光中饱含深意 堂下老者泪流满面 声泪俱下地对着灵秀说道 感谢大人为小女申冤 灵秀眼眶湿润 心想我能做 也就这么多了 灵秀从清丽四出来 便直接来到了艺术院 不过待了两个时辰 就准备回家 正走出艺术院门口 却被一道人影拦住了去路 昨日在宫堂上 见过的那名年轻人 站在他的面前微笑看着灵秀说道 平安博聆听的儿子 懂得不少啊 灵秀没有和秦聪废话 开门见山道 你想怎么样 秦聪伸出手 整条手臂逐渐覆盖了一层土黄色的印甲 他笑看着灵秀 说道 你让我在又脏又臭的清丽四大牢里 待了两个时辰 我断你两根肋骨 不过分吧 好汉不吃眼前亏 灵秀后退一步 说道 你别忘了 艺术院内 禁止欧斗 秦聪嘲讽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院规里的确有这一条 但这里 可是在艺术院外面 话音未落 他被一拳轰向灵秀胸口 但就在这时 他忽然感觉身体有些发冷 随后 他的脚下 便迅速出现了厚厚的冰层 将他冻在了原地 这是冰之艺术 秦聪的双脚 此刻已经失去了知觉 整个人也如坠冰枯 他哆嗦着看向赵灵英 颤声道 赵灵英 艺术院内禁止使用艺术欧斗 快放开我 赵灵英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笑着说道 院规里的确有这一条 但这里 可是院外 话音落下 赵灵英一击飞腿 太聪口吐鲜血 整个人凌空飞起 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 让他清楚地知道 他的肋骨 一定断了几根 赵灵英恶狠狠地说道 这次是警告 下次你就没那么好运了 秦聪胸口黄色的光芒闪烁 感受到断骨处 没有那么疼了 他挣扎着从地上起来 冷冷地看了灵秀一眼 说道 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说完 他便一瘸一拐地离开 赵灵英回头看着灵秀 问道 你是怎么招惹上他的 灵秀没有过多解释 转移话题道 他刚才那是什么能力 赵灵英撇了撇嘴 说道 地阶的十只艺术而已 等你再觉醒一次 他就不是你的对手了 看来我必须尽快变强才行 这个世界有实力 才是爸爸 上纪说道 灵秀遭遇黑衣人夜袭 孙大力为保护灵秀 重伤昏迷 灵秀请来太医院 白姑娘来医治 正怀疑是否是秦聪所为 秦聪当夜被人刺杀而亡 一日 清丽丝停尸间 秦聪的尸体直挺挺地 躺在一张木板上 秦家发现尸体暴怒之余 立刻来清丽丝报案 作为和秦聪有过冲突的 灵秀和赵灵英 自然第一时间就被传了过来 前天秦聪说过 两个人还会再见面的灵秀 没想到秦聪真是说话算话 这么快就再见了 灵秀不由低头回想起昨日小姨子 不会为了给自己出气 把这次给嘎了吧 赵灵英也不禁在心底嘀咕 这货不会买凶善人吧 只见清丽丝的武作 查验一番之后说道 死亡时间是昨天有时到虚时之间 致命伤是脖子上的一道剑痕 凶手一剑封喉 清丽丝郎中 简单地询问过他们几句话之后 就排除了灵秀他们作案嫌疑 低头沉思道 应该是那个女人做的 灵秀转头惊讶地问道 哪个女人 武作看着秦聪的尸体 沉生到一名觉醒艺术的女刺客 来无影去无踪 一见封喉 尸体上留下花瓣 隐身杀人 不就和阿柯一样了 这要是被我复制过来嘿嘿嘿 灵秀想到这不由傻笑起来 陈主事抬眼看着灵秀缓缓说道 恐怕是王氏的案子 引起了他的注意 才会夜闯情浮 灵秀不由疑惑道 这位侠壳嗨嗨 那为何这罪犯 又要对秦聪下手了 陈主事不厌其烦地解释道 昨日一名盗贼主动投案 说是他入室盗窃时 见色起义 失手杀了王氏 但笑了一下 继续说到这刺客嘛 专杀那些犯了罪 却逃脱刑的权贵 灵秀听完 深深叹了口气道 可惜王氏人都死了 还要蒙受不白之躯 陈主事震惊地看着灵秀 一时无言以对 只能接话到 既然涉及到艺术 这事就交给艺术院处理吧 不多时 灵秀走出清丽丝 刚走到门口 就有百姓认出 他是上次为老王出头的人 一时间 众人竟都向灵秀围了过来 为手下跪的 自然是那位冤屈而死的 王氏的老父亲 灵秀上前搀扶着问道 老人家这是做什么 老王投眼含热泪回道 多谢大人为小女说话 这是我自己晒的地瓜干 大人莫言嫌弃 灵秀听后 正要开口拒绝老人心意 突然人群中 冲出一名身体精壮的中年汉子 朝灵秀飞奔过去 边跑边喊道 大家让一让 都让一让刚出炉的包子 大人快趁热吃 灵秀愣了一下 不等他发问 那青年人就解释道 我和老王投坐街坊十几年 眼见他好不容易才把女儿养大 却被那奸贼所害被冤枉 大人是唯一站出来 为他们说话的 不过是区区几个包子而已 就请您收下吧 老王投也附和道士啊 大人收下吧 难得碰见像你这样的好官 灵秀见状 立马说道 这些东西我不能收 灵秀没有吃白食的习惯 他坚持给钱 奈何他们铁了心不收 灵秀最终只能作罢 对二人说道好吧 东西我收下了 你们快回去吧 百姓散去后 灵秀转头 对另外三名同僚微笑说 这包子 我一人吃不下 你们帮我拿去分给大家 记得把龙替 还给老板三名同僚爽快硬下 回答道 多谢灵大人 我们这就去办收完 几人便将包子抬了进去 灵秀将手里的包子 递给赵灵英说道 你尝一尝 赵灵英摇头回答道 我不饿 说完 转头轻声说道 灵秀 其实你是个好人 灵秀抬眼看着赵灵英 自己这是被发好人卡了 太尼玛 意外了 不由感慨道 以前都是我给别人发好人卡 居然也有被发的一天 赵灵英听完 疑惑不解问道 好人卡 那是什么 灵秀正想解释 却看到一只黄色的荼狗 有气无力地趴在那里 时不时地乌叶几声 在灵秀耳朵里 却是在说 乌乌三天没吃饭了 要是有烧鸡筒就好了 不知过了多久 荼狗吸了吸鼻子 然后忽然睁开眼睛 他闻到了鸡腿 和肘子的味道 他喉咙不停地耸动 四下张望 不由心顿起来 灵秀直接鸡腿 塞到了狗狗嘴巴里 说道吃吧 狗狗顿时 心满意足地开始享用 同时不停地摇着尾巴 这是他表达感谢的方式 灵秀抚摸着狗的毛发 温柔地说道 好狗好狗 你要是愿意就跟着我吧 保证不让你饿肚子 看你这样子 与我有缘 干脆叫你 嗯 黄不拉几吧 赵灵英一脸茫然地问道 你要收养这只狗 灵秀不以为然地笑道 不要看不起他哦 他可是我的救命恩狗 灵秀说完 不由沉思授予的能力 用来打探消息 倒是一决我的 好好开发一下 这边侵始思念 陈主是看到桌上的包子 开口询问道 哪里来的包子牙医回复道 街坊们 送得为了谢灵大人 为死去的王室深冤 陈主是文言一愣沉默一顺后 将那包子缓缓放下 转头对牙医吩咐道 你去牢里 把杀害王室的罪犯提过来 一旁的文书却不解地开口问道 大人秦聪已死 何必解捕外申之呢 陈主是盯着手里的包子 回答道 将自首的人处SI 在钟永博那边有个交代就罢了 陈主是抬头看了一眼 明镜高悬的牌匾 眼神坚定地说道 秦聪虽死亡时的清白 取得不能不还 上回说道 灵秀在清丽丝为一冤死姑娘 打抱不平 从而得罪了一等博秦武之子秦聪 在艺术院门口 被秦聪拦路挑衅 幸得赵林英美救英雄 激起灵秀奋发之心 为了避免下次遇到 不知道如何应对和克制 灵秀一整天都泡在艺术院的藏书阁中 直到晚上闭格 出艺术院时已夜深 孙大力手拿灯笼问道 少爷 你今天怎么出来这么晚 灵秀没有过多解释 说道 看书入迷了 我对艺术了解太少 趁着开学前恶补回来 灵秀和孙大力快走到街口的时候 某处巷口 一条流浪狗冲他们叫了两声 灵秀全身寒毛直竖 在孙大力听起来 那不过是两声狗叫 但在灵秀耳中 那条狗分明在说 那人在巷子里藏了那么久 到底想干什么 一瞬的平静之后 那黑暗的巷子中 忽然闪过一道寒光 孙大力的反应很快 飞快地扑向灵秀 一柄 飞刀从巷中飞出 插在了他的肩头 有人想要他家少爷的命 这一次 孙大力没有临阵脱逃 他不顾自己肩头的飞刀 飞身扑向了那道 从暗巷中走出来的人影 那人身材矮小 一身黑袍 黑衣人右手握拳 一拳轰出 这杀手显然也不是普通人 灵袖惊呼不好 焦急说道 大力 快走 孙大力迎面上 回答道 少爷你先走 我断后 说吧 黑衣人的拳头 轰击在孙大力身上 他并没有击退孙大力 反而有一股更加巨大的力量 沿着他的手臂 传到他的身体 碰你了 一声巨响 孙大力的肩膀 直接撞在了黑衣人的胸口 他的胸口在一瞬间就凹陷下去 口中鲜血狂喷 眼看着是出气多 劲气少了 孙大力身上 还插着几根飞镖 他双手插腰 不懈地看了一眼地上的黑衣人 傲然道 就这 话音落下 他又莫名其妙地挠了挠头 疑惑道 奇怪 我这头怎么这么晕 随后 他便一头栽在地 不省人事 这是飞镖有毒 星辰 灵府 孙大力躺在床上 脸色乌清 依旧昏迷未醒 灵秀坐在床边 不由着急地说道 太医院的人怎么还没来 平安柏林老爷看向灵秀 问道 秀儿 你仔细想想 你最近有没有得罪过什么人 灵秀摇了摇头 其实他不是没有怀疑过秦聪 但他和秦聪的仇怨没这么深吧 说话间 府上下人来抱太医院的白双双姑娘来了 灵秀立马回道 赶快请进来 来的是一位秀丽的白裙少女 从门口走进来 柔声问道 请问 伤者在哪里 少女看上去十六七岁 鹅蛋脸 长发如铺 头发梳成双瓶剂 发际上还垂着两条白色的丝带 鹅前的空气刘海 让他整个人多了几分淡雅的气质 少女走近 看到躺在床上 脸色乌 下一刻 他微微松了口气 说道 还好 灵秀有些紧张地问道 姑娘 他还有救吗 少女点了点头 说道 放心吧 少女的手 附在孙大力的额头上 散发着绿色的光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 孙大力乌星的脸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变得红润起来 这不是医术 是医术 他缓缓站起身 对灵秀道 好了 他体内的毒素 已经清理干净 接下来只要好好调养就行 我先回去了 说完 他便转身离去 灵秀连忙道 姑娘 我送送你 灵秀还想给他 留下一个好印象 只能道 白姑娘再见 注意安全 灵秀看着太医院的马车 缓缓离去 充满遗憾地吐了口气 至于艺术确实好用 得想办法复制一份 灵秀叹息声刚落 一阵寒意传来 回过 看到赵玲英站在那里 灵秀立马解释道 昨天晚上 我遇到了刺客 如果不是 我总得感谢人家 我绝对没有念话惹讨 赵玲英念色不敢 说道 我知道 灵秀略意私寸 然后咬牙问道 你说会不会是秦聪 而赵玲英却答道 刺杀权贵是重罪 你们之间那点仇怨 不值得搭上整个秦家 大理 灵秀听后低头不语 刚才那是 他不是秦家 他就是谁呢 只能是在赛前 那位灵秀得罪的人了 而此时的秦聪在哪呢 秦府 秦聪骂骂咧咧的 踏进家门 虽然他已经找御医 接好了鼓 但胸口还是隐隐作痛 他将这笔账 记在了灵秀头上 嘴里还念叨着 灵秀 咱们走着瞧 这两天挨了毒打 秦聪浑身 犹如散架回祖之后 念走进自己的肩 打算休息一会儿 却发现房间人多了一人 秦聪心中生气几几屁 问道 你是谁 话音未落 只见尼尽寒光飞动 鲜血喷射在窗边 秦聪未看见来人 已乐于声息 气贱而亡 上集说到 秦聪被人谋杀 一刀毙命 灵秀和赵灵英 摆脱作案嫌疑 灵秀仗义直言 受百姓爱戴 清理司陈主侍为王室申冤 哗哗哗 无数道金色光芒 缠绕在灵秀周围 只见在他胸口处 已经凝聚出一颗金黄色的内单 灵秀紧闭双眼睫毛微颤 远远就能看见他满头大汗 一直在克制自己调整呼吸 赵灵英见状担心地说道 好了 今日就到这里吧 修炼不可急功近利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听到这话 灵秀顺势躺平 忍不住抱怨到 修炼艺术 也太费体力了 饿得发昏 赵灵英见怪不怪地说道 好好休息 我过几日再来 灵秀虚弱地回到好 今日一早 赵灵英便来到了灵府 来帮助灵秀修行 到现在 灵秀已经鸡肠碌碌了 平安伯夫人 看着赵灵英离开的背影 轻轻地走到灵秀放门口 柔声问道秀 你睡了吗 灵秀听见声音 瞬间弹起 坐正回到还没 平安伯夫人慈爱地看着灵秀 说道我问过大脸 她说 修炼艺术消耗特别大 娘怕你饿着 给你做了点吃的 灵秀本欲拒绝 但肚子却适时地传来声音 顿时有点羞怯说道 不用这么麻烦的 平临伯夫人柔声道 跟娘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尝一尝和不和胃口 只见桌上 倒倒小菜色香味俱全 只是看着灵秀 就已经挪不开眼 口水都已经 不受控制地流下来了 灵秀先伸手拿过一个包子 咬开之后 就又震惊了一下 这真的意料之外的美味 汤汁包裹着肉馅 真是太好吃了 不由开始疯狂开吃了 灵秀还不忘和平安伯夫人道谢 平安伯夫人摸了摸她的头发 微笑说道 傻孩子 和娘说什么谢谢 以后想吃什么就告诉娘 娘点你做 灵秀盯着包子 回想到她上辈子的生活 更多的是吃泡面 外卖 或者和妹子去星级酒店 活了两辈子 她还是第一次 吃到母亲亲手做的饭 眼前的妇人 看向她的眼神满是宠爱 这是她上辈子极度渴望 但却不曾拥有的东西 灵秀沉默一瞬 点了点头 低声到我知道了娘 平安伯夫人听到这话 开心地回道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自从灵秀失忆后 虽然嘴里不说 但是能感觉到 和他们不亲近了 这一句娘 让灵夫人心里欲贴不少 吃完爱心餐 灵秀来到自家客房 知呀 背开一扇房门 抬眼看见孙大力正锻炼呢 孙大力问到少爷 你怎么来了 灵秀在看了眼 孙大力手里的石块出声说道 怎么不在床上休养 太医说了 你要多休息 孙大力不以为然地说道 我的伤枣没事了 这天天躺床上 我都要长蘑菇了 灵秀听完反驳道 那也要听太医的话 这次要不是 爹娘请来的太医 你的小命就交代在这里了 孙大力自表决心似的 捶了捶胸口 郑重其事地回答道 保护少爷是我的职责 只要少爷没事 我死了也值了 灵秀不由拆台到少来 小姨子每次揍我 你跑得比谁都快 孙大力不要意思 挠挠头回答道 那不一样 二小姐不会真的伤害少爷你吗 话音刚落门外传来哭喊声 靠近了才听清一些 好像是在说夫人老爷 让我们留下来吧 来到前院 看到府中 下人站成一排 平安伯夫妇站在最前方 灵秀走上前 很自然地问道爹 娘 怎么了 周云回头看了看他 说到娘昨夜和你爹盘算了一下 家里的银梁已经不多了 养不起家里这么多人 不如让他们早点个谋出处 别耽搁了他们 爸将一张纸张明细 递给灵秀看 灵秀接过纸张 不由惊讶道 这这这居然是一张清单表格 他爹娘也太太前卫了吧 当下便有几名丫鬟下人 取了生气 领了银子 然后跪地对平安伯夫妇 磕了几个响头 默默地回房收拾东西 但还有四道身影 依旧留在原地 周云目光看向一名中年妇人 那妇人笑了笑 说到夫人 如果老爷夫人不嫌弃我做的饭菜 就让我留下来吧 她话音落下 妇人身旁 一位勾楼的老者 也接着道老婆没有几年好活了 只希望老爷夫人到时候能看在多年的情分上 能给老婆一个容身的棺材 老婆也救了无遗憾了 孙大力回答得很干脆 我也不走 最后是一位女子 她脸上的表情也很坚定 我要一辈子跟在夫人身边 林家几位下人 最后留下了四位 分别是门房老黄 护卫孙大力 厨娘王沈 以及平安伯夫人的贴身丫鬟阿月 林秀不由想到 有宠爱自己的父母 忠诚的护卫 关心她的小姨子 还有这副里的家人 人生如此 福福何求 这陨石不是对她的惩罚 反而是对她行善积德的恩赐吧 林秀很珍惜现在的生活 所以 她要尽力地去维护 这来之不易的家 如今林府的境况每日愈下 她需要做些什么 改变目前的处境 天气实在太热了 虽然林秀自己 就是一个行走的空调 可如此炎热的天气 也让她略微有些不适 孙大力跟在林秀的身后 在这烈日之下 显得特别突兀 马上就有人窃窃私欲说道 这两人怕是有病吧 走在太阳底下 是啊 真让人受不了 我打算去品方阁找找乐子 听说那里凉快 立马有人揭话到不用去了 我刚从那里回来 品方阁的储兵早就用完了 那里现在也是蒸笼 热得很 林秀抬起头 看着天上耀目刺眼的太阳 脑海中忽然有一道灵光闪过 缺冰 他完全可以用自己的能力赚钱啊 林秀目光一扫 像一座酒楼走去 热气从四面八方涌来 酒楼的侍从们有气无力地趴在桌子上 身上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打湿 声音也显得十分虚弱 哎 这天气 什么时候是个头 几名侍从小声议论时 有两道人影从外面走进来 走在前面的一人 是一位容貌俊俏的年轻公子 一名壮汉跟在他的身后 应该是他的护卫 一名侍从强撑着身体站起来 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问到客观吃点什么 林秀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不是来吃饭的 找掌柜的谈笔生意 林秀懒得和他废话 缓缓伸出手掌 朝向茶杯 有冰层从他的手心蔓延开来 茶杯里的水瞬间成冰 上集说道 林秀爱上这个世界 在这里他拥有了一个家 他也不想再回去了 想为这个家 分担点经济压力 想到用冰之艺术挣钱的法子 摘月楼二楼 一处雅阁之中 摘月楼掌柜吩咐逝者上茶之后 目光灼灼地看着林秀 问道 公子的艺术士兵 那您是想 林秀目光看向摘月楼掌柜 说到废话我就不说了 我想借柜地水井一用 至于费用吗 一日十两银子 摘月楼掌柜双眼眯起 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他目中光芒一闪 身体向后 靠了靠 笑着说道 看来公子也知道 近日天气炎热 王都冰原紧缺 有价无市 以公子的能力 日进斗金不是难事 一日十两的价格 怕是有些低了 林秀眉梢一条 问道 那你觉得多少合适 摘月楼掌柜微微一笑 说道 最少五十两 林秀一拍桌子 笑着说道 不愧是摘月楼 出手就成交 是阔气 既然掌柜的这么有诚意 我便不用去其他地方了 摘月楼掌柜愣了一下 随后眉头皱起 说道 公子莫不是在说笑 借我们摘月楼的水井 还难不成 还要我们付钱给你 林秀看也没看他一眼 静止站起身 淡淡到既然掌柜的没有诚意 那便算了吧 我想对面的飘香楼 或许会比你有诚意一些 见灵秀真的要走 摘月楼掌柜 连忙起身 挽留公子刘布 刘布 掌柜的抓住灵秀的胳膊 说道十两银子 十两银子 只要公子能为摘月楼攻兵 摘月楼每日给你十两银子 灵秀微笑看着他 说道掌柜也知道 近日天气炎热 王都冰原紧缺 有价无事 以我的能力 日进斗金不是难事 十两 怕是有些低了 最少五十两 摘月楼掌柜一咬牙 说道五十两就五十两 但公子 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除了我摘月楼 不能为其他地方攻兵 五十两虽然他也十分肉疼 但只要把他留住 就算五十两也得大赚 这笔账 他还是能算得轻的 灵秀看着他 说道这样的话 那是另外的价钱 摘月楼掌柜道 除却一日五十两 一桶兵另付试价的五倍 灵秀微微一笑 点头道 合作愉快 掌柜把钱拿出来给灵秀 孙大力抱着墓盒 和灵秀从摘月楼走出来 孙大力抱着箱子 一边走 一边傻笑三百两银子 要是天天都能这样就好了 灵秀摇了摇头 对着大力说道 天天都能这样 是不可能的 天气很快就会转凉 忽然从前面吹来一阵熟悉香风 映入眼帘的一双的女鞋 灵秀抬眼一看 差一道 怎么走到哪里都能遇到 你不是跟踪我吧 赵灵音皱眉问道 你缺银子 灵秀和孙大力 下意识 双手抱紧 装着银子的木箱 说道这不明摆着的事吗 赵灵音伸手 正要递过去 自己的钱袋子 灵秀看见 伸过来的手下意识 挡住求饶道别打 却听见赵灵音说道 你要多少银子 我给你 灵秀文言愣了一下 什么 给我银子 赵灵音淡淡地说道 你就算贪财 也要想想自己的身份 这样会让别人看不起林家 灵秀一把拿过钱袋子 满脸正气地回答 倒凭自己的本事 挣钱怎么了 一点都不可逞 至于别人怎么想我 一点都不在乎 说完转头就走 心想 既然你看不惯我这市井小民的做派 那就赶紧接触婚约吧 赵灵音当然听不见他心里的嘀咕 一脸不解地走在灵秀身后 接到中央 一名衣衫褴褴的妇人 怀中抱着一个孩子 跪在地上 焦急而又悲痛地说道 求求各位好心人 帮帮我们吧 我的孩子病了 再不治就活不了了 无数行人从他们身前走过 却只是低头看他一眼 更多的人则是连看都不看 灵秀走上前 蹲下身子 从怀里摸出一定银子 递给他 问道 这些够吗 够了 够了 谢谢恩人 说吧 便向一个方向狂奔去 赵灵音走上前 说道 在王兜 像这样的人 十有八九十骗子 你觉得值吗 灵秀笑了笑 无所谓道 那有什么关系呢 这定银子都不够 在摘月楼吃一顿饭 骗了也就骗了 要是真的去能救一条命 有什么不值得的 赵灵音一言不发地 跟在灵秀身后默默地观察着他 灵秀突然开口说道 我们去给王沈挑两匹卷布吧 我看他那身衣上都快穿得包姜了 孙大力毫不犹豫地回道 嗯 赵灵音突然插嘴道 王沈是谁啊 灵秀不以为然地答道 我们家厨娘啊 赵灵音震惊地问道 你还给府里下人买东西 灵秀听后 停顿片刻回答道 从他们在灵府最困难的时候 愿意留下的那颗开始 就已经是我的家人了 灵秀大口吃着面条 回头看了赵灵音一眼 问道你真的不吃 这家味道真的很不错 赵灵音摇了摇头 说道 不吃 一脸温柔地说道 你这人虽然贪财好色 但为人勤俭 心思善良 不畏强权 确实算得上是好人 灵秀嘴巴正吃着面条 含糊说道你 总算发对一次好人卡了 好人卡 那到底是什么 赵灵音疑惑道 好人卡是什么不要紧 重要的是 自己一定会说服父亲 等姐姐回王都就马上完婚 上集说道灵秀为了养家糊口 用冰之意塑造冰块 获得收入 而灵秀为人勤俭 不畏强权 心思善良 被赵灵音认可 巩固了未来姐夫的地位 灵府 房间之内 灵秀和赵灵音正在修行 今日 两人修行了没多久 外面响起了 哐哐哐的拍门声 只听孙大力焦急地喊道 少爷 少爷 听到叫喊 灵秀不得不先暂停修炼 此时他的身体外寒气缠绕 眉毛和头发上 已经结上了一层冰霜 打开门问道怎么了 孙大力忐忑 看向身后轻声回答到宫里来人了 灵秀顺着眼神 看去门前的院子里 还站着三道身影 三人见面白无虚 身上穿的袍子 像是官服 站位靠前的一名男子 扯着奸细的嗓子说道 平安伯之子灵秀 陛下召见 即刻随我入宫 不得有误 灵秀吃了一惊 心想陛下 召见我做什么 灵秀稀里糊涂地跟着走了 平安伯夫妇一脸担忧 赵灵音四世明白了什么 安慰他们的 伯父伯母放心 灵秀进宫不会有什么大事的 皇宫内 灵秀跟着几名宦官 走过了几条无比悠长的宫廊 就听为首的太监管事 说道灵公子 一会进了后宫 你只负责治兵 其他 不该看的别看 不该问的别问 一定记得 这件事情 灵秀没法拒绝 也不能拒绝 明明小姨子能力更强 却抓了他这个壮丁 家人们谁懂呀 可惜了 自己再摘月楼的生意了 想到这里 灵秀就忍不住叹了口气 那太监管事眉头一皱 问道怎么 为宫里做事 你不愿意 灵秀吓得汗如雨下 赶紧摇头解释 道公公误会了 只是我的原理低微 怕是治不了多少兵 那宦官瞥了他一眼 说到这个自然不用你担心 陛下自有安排 很快的 灵秀便被三名宦官 带到一处名叫长春宫的宫殿 灵秀踏进长春宫门 就看到只见一位宫装美妇 站在院中 此女子容貌出众 隐隐透出贵气 身段婀娜妖娆 胸口更是高高地挺起 让人忍不住 想要取代她怀里那只猫的位置 李总管走进来之后 就快步上前 躬身道奴才见过贵妃娘娘 宫装美肤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目光又望向灵秀 问道她是何人 李总管连忙解释回贵妃娘娘 她是艺术院学生 是陛下专门召进宫来 为各位娘娘治兵的 贵妃娘娘听了 不由抱紧了怀中灵兽 愤愤不平地说道 看你们样子 刚从永宁宫过来吧 皇后就是了不起 满宫 上下热得跟蒸笼似的 她倒好不止第一个有兵用 怕是奋力 也比本宫多一倍吧 怀中灵兽挣扎得扭一扭 喵喵 可在灵秀耳中 却是听到灵兽在说好重呀 灵秀不由一顿兽语技能 对灵兽也有作用 宫装美肤轻轻抚摸着 怀中灵兽的皮毛 再也不看灵秀 说道去吧 动作快些 要是吓到了她 本宫摘了你们的脑袋 李总管连连道是 是 我们治完兵就走 治完兵就走 灵秀听完想到 这位贵妃显然不是善类 得快点完事 从贵妃的长春宫出来 又来到了淑妃的千秋宫 不多时 千秋宫内 灵秀双手正在呼呼呼动用原力 因为不能直接接触水面 治兵效率慢了不是一点点 这一上午又下来 感觉身体都要被掏空了 正当灵秀咬牙坚持时 身边忽然飘来一阵香风 一名宫女走过来 手里托着一个冰碗 冰碗中晶莹剔透的葡萄 她微笑看着灵秀 说道辛苦灵公子了 这是淑妃娘娘赏赐给你的 居然还有葡萄吃 这不比刚刚那个贵妃娘娘好多了 这葡萄汁多肉厚无子 还特别甜 冰镇过之后 吃上一颗 简直是透心的舒爽 灵秀放下冰碗 忍不住道这葡萄真好吃啊 李总管笑道 这可是西域国的贡品葡萄 平常的妃子都吃不到 也只有淑妃娘娘 会把这珍贵的贡品用来赏人 灵秀看着冰碗中的葡萄 回头看到三明宦官 笑道几位公公跟着我跑来跑去也辛苦 大家一起吃吧 见灵秀如此洒脱 李总管也没有坚持 哈哈笑了两声 说道既然如此 我们也跟着灵公子沾沾光 共享过淑妃娘娘的赏赐后 几人之间的距离 再次被拉近出了千秋宫 灵秀笑着问道李总管 不知接下来要去哪个宫殿 要是有机会您提前和我说说 李总管善意地回到灵公子客气了 下一个我们去瑞东宫 那里本来是德妃娘娘的寝宫 几年前德妃娘娘病故之后 就只有明和公主居住了 一会去了那里 灵公子小心别 惹怒了公主即可 踏入瑞东宫 灵秀明显地察觉到 这里和前面那些宫殿的不同 一位红裙少女 坐在梧桐树下的秋千上 身后站着一名宫女 李总管走到院中 躬身道参见公主 奴才奉陛下之命 带人来给瑞东宫治兵 公主点头示意 便又开始荡起了鞦韆 只见一身红衣在空中飘扬 引人注目 和李总管离开的时候 灵秀回头看了一眼 那红裙少女竟也在看她 两人视线交汇 不知为何 灵秀忽然涌起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明明是第一次相见 她却有一种 和红裙少女打一架的冲动 与此同时 望着灵秀 红裙少女也皱起了好看的眉头 秋千架旁红裙少女问到彩儿 你不觉得刚才那个人很讨厌吗 彩儿回到公主殿下 请把你的嫌弃收一收 太明显了 少女停下秋千 厌恶说道哼 办了你们的事 赶紧出去 有个体贴的小姨子 是什么体验 入夜了 小姨子还在宫门等灵秀出宫 上来就把自己在摘月楼的酬劳给了灵秀 我默默地对作者说 能不能也给我来 一打这样的小姨子 我不嫌多 灵秀进宫 就以后就发现自己诸事不顺 老是遭老娘们的白眼 灵秀和李总管唠柯知道 公主也是觉醒的异能 正是有着强悍攻击力的火之艺术 水火不相容 这牛天克我 还是离他远点好 啊 实力低就是没有人权 灵秀一顿操作 从长春宫到永宁宫 到千秋宫 到瑞东宫 这烟祸还准备让灵秀去九平呢 那是把灵秀下的两眼花 李总管也没有想到灵秀这么弱 不慌不忙地从秀口准备拿什么出来 灵秀还在疑问中 李总管就给灵秀解了疑惑 这就是圆巾 男人要甚好 就要用圆巾 用了厚笔刘香快 笔摇鸣高 一颗提神醒脑 二颗永不疲劳 三颗长生不老 哦耶 陛下赏罚分明 灵秀这种才觉醒一次的弱姬 一颗圆巾就抵得了一天的苦功 李总管让灵秀一边偷着乐趣 一一天 我真的是感谢你八倍祖宗 夜幕渐渐落下 灵秀被掏空的一天 不是知道灵秀是去宫里治兵 不认识的人 还真以为这是哪家的姚哥 真是噩梦的一天 以后每隔一天 都要继续入宫治兵 不是看在十五克圆巾的份上 你说这话 看我削不削你就完了 刚出宫 就看见小姨子在宫门口徘徊 灵姨 你怎么在这 上来就是把自己今天在摘月楼的酬劳 给了灵秀 灵秀连忙摇头 虽然从小算命先生就说我胃不好 适合多吃软饭 但灵秀这大男人心里作祟 还是坚持不收 活泼妈妈的 拿好 灵秀心里默默想着 这软饭真香 广大男同胞成不起我 话说灵姨这么晚 就是为了给我钱吗 还不是怕姐姐守活寡 刺杀你的人还没有找到 你那个护卫又那么弱机 哦 大力这是躺着也中枪 远处浑吞摊灯火大量 雾气生疼 灵秀愉快地腰上小姨子 哪知赵灵音说 这种路边摊我不吃 殊不知 民间很多美食就在这种不起眼的路边摊上 你不吃我自己吃 老板来三碗 认认好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能吃 换做你在宫里忙一天不给吃的 我相信 你现在也是我现在这个德行 嗯 有杀气 是这边 怎么会没有人 不会有错的 刚才明明有杀气 哼 灵秀一阵狂炫 总算是把自己给喂饱了 离开魂纷摊 灵秀一路上讲述 今天在宫里心酸事 说到激动处还向空中挥拳 这就是别人嘴里的无能狂怒吗 赵灵音着实不想理这个老六 远处屋顶躲着两个人 观察着灵秀 看来今天是没有机会了 我就不信了 这个女的可以一直保护她 都怪你这废物 上次那么好的机会都失败了 一技放生 受用终身 灵秀未轻始思破案 听得懂兽语的灵秀 和府里的鸟一阵戏疗后 手指指向嫌疑犯 奈何小人物承受压力太差 灵秀一个指认 就吓破了胆子 扭头就跑 殊不知 这一跑从嫌犯升级为了凶犯 话说青史思氏林家 花了很大代价 才把灵秀塞进去 等艺术院开学 我不是更没有时间来得了 我这消极代工 会不会惹中路啊 嗯 有办法了 两个时辰后 清立思 灵秀嘎嘎的一顿操作 又是给吃 又是给用 让手下感动的哭天摸底 灵秀只见徐文书 匆匆从身边经过 顺手问 何时如此着急 灵秀听说有新案子 还要去现场勘察 闲得发慌的灵秀 哪里忍得住 搭着刘主持就说 要请吃西瓜 表示外面这么热的天 我替你走一遭吧 灵秀这老六 也不顾及下同事 放下冰块 就和刘主持攀排起来 事件案发 帝王园外加 灵秀只见捕快 在认真的勘察着现场 捕作检查之后 发现他的身上 没有别的伤口 致命伤只有一兔 位于脑后 院子里的花坛一脚有血迹 经过对比 的确是王园外的 柳清风 是寄拿出的一名主事 年纪不大 能力很强 在清丽丝 拥有不小的名气 是曾经的清丽丝第一名 以为多年的经验来看 是意外死亡 给王园外准备后事吧 灵秀准备放出自己的大招 兽云 啾啾地和鸟聊了起来 正当清丽丝众人 准备离开时 一直沉默的灵秀 忽然开口道 这不是意外 是他杀 柳清风眉头皱起 目光盯着灵秀 沉声问道 灵文书 一切的证据都表明 王园外是意外身亡 难道你发现了 什么新的线索 在哪里 没有证据 柳清风气得直咬牙 与气也中了一些 带着些训斥的胃脑 说道 灵文书 虽然人命关天 再怎么谨慎都不为过 但凡是讲究证据 请你不要无凭无据地 在这里妄言 王园外是被人谋杀的 不幸可以审审他 下人发现自己东窗事发 也没有动什么脑子 下意识就拔腿就跑 柳清风见状 哪还不知是有蹊跷 要求捕快将之拿下 这种平常人 哪里是青史丝捕快的对手 三二下就把凶犯制服 哪知这个老六这么诚实 上来就说自己 不是故意杀人的 这不是妥妥地认罪吗 一场意外死亡案件 反转谋杀结案 破案就是这么简单 林大人 你短短一段时间是 发现了什么证据了吗 这么准确地 可以指出凶犯 你猜 柳清风黑着脸 我猜你欠我一百两 还钱 回到青史丝 他说运气好猜的 都说平安国家的小子 是窝囊废 看来名不服食啊 是的 你说奇怪不奇怪 那人一点痕迹没留 林秀是怎么知道 他就是凶手了 连你都没有发现的细节吗 有趣 有趣 唐春宫内 阿娇 嘿嘿 看来又是那个女子 在想本公子了 连白姑娘都没有办法 治好我的南南 你该当何罪 嗯 这是有人吵架 南南被你害成这样 过下去 账三十 林秀作为二十一世纪的 五好青年 哪里看得惯这么血腥的事情 上前便说自己 艺术博冠宗西 林宠这种病 对我来说 就是洒洒水 隔壁的李总管被吓麻了 你可知道 这个林宠是贵妃娘娘宝贝 你如果说大话治不好 连皇上都保不住你 哦 连太医院的天才白双双都没辙 你能有什么办法 嘿嘿 林秀心想 以后你们两个都注定是我的老婆 这点小事还不容易 有无办法 一看便知 若是质不好横 看我杀不杀你就完了 一旦和漂亮姑娘独处聊天 我这无处不在的小姨子 就会出现在我身边 宝子们 你们说这暴子怎么破 林秀细细聆听着猫 喵呜 喵呜的喉声 本喵公主的脚好疼啊 李主管被吓得瑟瑟发抖 林秀在喵喵的兽语中 得知了病因 双双姑娘看着自信的林秀 问道 是否找出病因 林秀上前抓住猫的猫爪 拔出上面的骨刺 只见猫就白双双的怀中挣脱出来 好去撒欢起来 好了 我的娜娜好了 贵妃娘娘高兴不语 来人 把我那个钗子赏给林秀 其余人也当上 喵 看着猫猫这甜蜜的负担 真想以身替之 黄昏 林秀又结束了一天的治兵生活 林公子等等 双双姑娘 男主小老婆 有什么事吗 我 我想请问林公子 你是怎么看出 南南的腿受伤的 呃 我能告诉你我会受语吗 那肯定不行 其实没有什么诀窍 唯信心儿 你这老头子坏得很 我也很细心啊 林宠当时卷缩前肘 神色痛苦 我就猜测可能是脚受伤了 双双表示很惭愧 这种细节都没有注意到 一味地以为林宠是得了什么病 真是有点学艺不惊了 林秀表示 双双姑娘不需要沮丧 动物不会说话 无法像人一样被自恕病症 我也是以前养过一只猫 才对猫敏感一点 听了公子一番话 双双好多了 公子似乎学过一 林秀打趣自学过一些 可双双姑娘是比不上的 林秀前身不愧是上海头号海王 三言两语 就把白双双等得开怀不已 非要双双姑娘教自己医术 双双表示自己医术一般 主要还是依靠医术 双双姑娘还表示 如果真的想要学习医术 可以来太医院 我基本都在 林秀连忙说 以后定会时常叨了 双双姑娘听得也是高兴不已 真是一个有趣的人 赵林音自带寒霜系统 林秀哀嚎 小姨子你 怎么哪哪都有你啊 林秀你又在这沾花惹草 林秀心想作为姐夫 不会今天又要挨揍了吧 有了 刷的拿出刚才贵妃赏赐之物 这个送你 这是什么 只见盒子里面装一个精美的钗子 赵林音表示 好好的你 送我这个干嘛 林秀说 这个是贵妃娘娘赏的 那时候我就发现这个钗子和你很大 本来说什么时候碰见你的时候给你 你说 这不是巧了 我刚出宫你就出现了 作为女人 哪里会不喜欢这么漂亮的钗子 但作为女人的矜持 还是不好意思呀 林秀这种海王 哪里会不懂这种小女孩的心思 表示你如果不要 我就等以后送别的女孩子 赵林音听了哪里愿意 硬是到林秀手里抢了下来 表示要给姐姐留账 你再敢招惹其他女孩子 看我对你不客气 你和你姐姐的关系 是真好了 摘月楼 林秀心想 这元金是真神奇 现在我治兵的速度明显快了很多 啪 林公子 我们老板想找你谈谈 左右背后一拍 吓得林秀以为上次的刺客又来 天香楼内 林秀表示 你们有什么话就说 搞这么大阵价干嘛 碰快 今天把林兄请来 是想让你为我们天香楼攻兵 不管摘月楼出多少 我出双倍 林秀双眼顿时发出小浅浅的亮光 摘月楼一桶兵给价五两 双倍的话 那就是十两 不 你说什么 十两 你怎么不去抢 林公子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给你一个数 二两赢至一桶 这是市价的两倍 林秀一个白眼 你觉得 我是一个文盲吗 五两的生意 不做 我要做你二两的 白痴 是吗 我不妨提醒你一句 这天香楼是永平侯府的产业 而摘月楼背后是驸马府 你一个平安博的儿子 这两个孰亲孰众 可要想清楚 不要自悟 林秀作为穿越者 哪里会受他的威胁 表示这生意我不做 哼 我会让你回来求我的 到时候 我让你二两都拿不到 公子 把这件事处理好了 希望你不要像秦聪那个废物一样 天香楼中家 林志兵一事 和林秀谈崩 嫁祸林秀日遇 表示现在一捧一钱银子 如果不答应 你就留在这监狱里面 但他哪里知道 林秀上头有人 宫领每隔一天 林秀就需要去宫里治兵 林秀走出天香楼 一个白发白须的老人 疯狂地朝林秀奔来 一跳 二转 三扑 好家伙啊 好家伙 这一套行云流水的控瓷 把林秀都给惊呆了 哎哟 我的腰 我的腰被你撞断了 你不能走 怎么在一世界 还能碰到控瓷啊 老人在你别拽 兔子啊 兔子都要掉了 东城巡谷 何方萧小当街行凶 林秀 嗯 不快来得这么快 其中必有七桥 大力上前护主 明明是这个老汉 自己撞上来的 分明是讹人 放屁 明明是 你们马车把老小的腰都要撞断了 你们这是不认账 林秀都被气笑了 你们少废话 给我拿下 好你个天香楼 不同意就来这一出 让我拧捏的 大力被这些人 有不齿气地发走 林秀一脚 大力就飞了出去 表示自己还真没有体验过坐牢 先去体验一下 你回去吧 有人问起就说 我在东城衙门 官爷们 前面带路吧 人啊 就是这么奇怪 有些事情太简单完成 总觉得哪里不对似的 嗯 少爷这不像是被抓 我怎么那么像去赴宴呢 东城衙大牢 进去老实待着 活了两辈子 还是第一次坐牢 感觉挺新奇 大大大 林公子 没想到这么快 我们又见面了 我就知道 你们是一伙的 林公子说笑了 我们并不认识 我只是见老汉可怜 被你撞断了腿 呵呵 哪里断了 哈叉 这不就断了吗 多简单的是 啊 你把我的腿踩断了 还敢如此嚣张 我靠 够无耻 说吧 你想要什么 早先有商有量 给你二两银子 你不要 现在给你一桶一千银子 同意 你现在就可以走了 不然的话 看来施工里来人了 我不然发现一件趋势 你想不想听 什么趋势 嘿嘿 我祖上是算命先师 我关你印堂发黑 马上就会有 血光之灾 好 好好好 到了这地方 你还如此嘴硬 看我不给你整个遇仙遇死 我就不是男人 到时候一钱银子都没有 不 哎呦 林公子 咱家可算找到你了 宫里边都急坏了 还不开门 误会 都是误会 本官刚核实案件 都是那个老汉鹅人 我定会给林公子一个公道 现在林公子可以走了 怎么样 我算得准吗 小样我上头有人 爹 不能让他这么走了呀 东诚卫二话不说 谁来就是一脚 谈媚地对林秀说 林公子 实在不好意思 犬子又在说不话了 给您添麻烦了 你给老子闭嘴 李总管催促道 快走吧 宫里贵人等急了 可是要发火的 李总管说得对 不能让贵人发火的 是是是 可千万千万不能让贵人发火 爹 爹 别打了 这都是大公子 最大的血 没看见李总管吗 肯定是皇上要的人 这种人你都敢抓 我不打死 你这个没眼力进你 得罪了什么不该得罪的人 怎么死都不知道 如何在夏日 抚平一个暴躁的女人 那当然是来一杯西瓜冰沙 再合适不过了 炎热的长春宫内 即便婢女在卖里的山峰 也挡不住空气中的燥热 身为皇帝陛下最宠爱的贵妃 哪里受过这样的罪 不断地催促 人那人呢 李总管最知贵妃的可怕 跪拜姿势 那真是叫一个标准 表示已经将灵秀带到 今天怎么来这么晚 你这是要热死本宫不成 灵秀身知强权的可怕 上来就是一番解释 灵秀身知泡妞的真谛 除了说还要会做 表示要给娘娘表演个戏法 消消水器 贵妃顿时来了兴趣 深宫无聊死了 倒是可以解闷 只见灵秀左手浮水成冰 右手真气将西瓜一半磨碎 一半切块 当当当 西瓜冰沙 看见西瓜冰沙 感觉暑气都笑了一半 本宫就饶你这一次 快去治冰吧 吃了冰沙的贵妃 高兴不已 表示 有一个富贵 希望灵秀可以接住 你留在长春宫算了 那样本宫就可以随时 吃冰镇水果了 灵秀被吓得狂汉不已 我好心讨好你 你却想拿走我的小弟弟 娘娘 你这就过分了 灵秀忐忑地说 这恐怕不妥 留在后宫除了皇帝 不是只有太监吗 不过是割两刀的事 忍忍就过去了 作为男人 我想说不应该是一刀吗 为什么是两刀呢 有懂得大佬您问 去可以说说看吗 我靠 灵秀迅速败下 表示自己已经和赵家大小姐 有个婚约 娘娘的好意就笑纳 嗨 那还真是遗憾 好家伙啊好家伙啊好家伙 差点从林公子变成小林子了 灵秀从来没有这么庆幸自己 有这么一门婚约 来到瑞东宫 碧尼采尔表示 这次也要兵 你们每两次来一次这边就可以了 灵秀二人跟着采尔去适合制兵的场所 灵秀心想 明和公主喜热验兵 应该是这个小宫女用 这次明和公主知道了灵秀的身份 上下打量着灵秀 灵秀也是纠结不已 真的是兵活不相容 真相把她抓起来 打屁股一番 见过公主殿下 见到公主 体内的兵之一数就不安分 我需要克制住我自己 你就是灵秀吧 严安伯之子 跟那个女人有婚约的灵秀 灵秀表示 就是在下 哪知却招来公主的一顿鄙视 长得倒是人模狗样的 就是天赋太差 还配不上那个女人 公主所言极是 赵家迪女子色天赋皆无双 王东无意女子能与之相逼 除了这张脸 我的确没什么配得上她的 公主表示 你倒是有点自知之明 除了长相 论其他的你 确实一无是处 但你这个混蛋 夸那个女人就算了 偏偏还要踩别人一脚 多谢公主的赞美 谁夸你了 治完兵就给我赶快滚 洛小真的是没有人权 灵燕 你和清禾公主谁厉害 不熟 没比过 她的能力是火 和我们互相克制 你记得离她远点 是是 我有分寸 虽然没有比试过 但是我觉得 肯定是你更厉害一些 哦 这话怎么说 你们虽然容貌各有千秋 但她又黑又矮 而且 你们年纪都差不多 她就平平无奇 你可比她大多了 大 我看起来有这么老吗 悠扬的曲声传入包厢 这是梨花院嘛 有空定要去看看 灵秀的右翼红颜知己即将上线 别人我都不羡慕 为什么有种把灵秀打死 以身替之的想法 灵秀本事只为勾拦听取而来 轻而易举 再获益呢 不愧是有金手指的男人 梨花院门前 灵秀昨夜听了该院传出来的无浓软语的戏曲 让穿越来这个世界一段时间的灵秀 甚是想念 原时代的歌曲 走进梨花院 只见戏台表演的好不热呢 令人怀念的声音啊 可惜唱腔虽 总觉得没有原世界的戏曲好听 掌柜 公子有什么吩咐 灵秀表示 我要点戏 怎么收费 回公子话 单点每场戏二十文 不知公子想要点拿手曲目 灵秀表示 我要点的曲目 你这没有 不如你找一位姑娘 我先教她唱 她再唱给我听 如何 掌柜谨慎地看着灵秀 这位公子 不会是看上我院里那位姑娘了吧 抱歉公子 我们 我可以加钱 公子可能不知道 我们离花院 啪 你看这个够不够 姑娘们 你接客了 我上辈子就知道 没有什么东西 是钱解决不了的 要是解决不掉 那只能说 你的钱不够 姑娘们 姑娘们 这位公子有一首曲子 需要你们学起来唱她听 姑娘们说 我们可是清白人家 要跟着男子单独学曲 要是他动手动脚不干净 可怎么办 我来吧 公子请随我上楼 这姑娘的眼睛 是真的漂亮 昨晚与我对视 就是她 姑娘先请 离花院雅间 姑娘就不怕 我对你图谋不滚 别人会 但公子不会 那日清史思审案 彩衣也在人群中 公子不惧权贵 仗义直言 绝不是猥琐之人 既然姑娘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先把词曲唱给你听 台下人走过 不见旧颜色 台上人唱着 紧碎的别歌 镜子难落 大场徐医学来过 心无心 心无落 谁时刻 终于找到原世界的感觉了 在异世界 听到熟悉音乐的慰藉感 今日多谢彩衣姑娘了 公子客气 这就是彩衣应该做的 这词曲都很古怪 似乎在唱我们灵人 公子为何会听得落泪 灵秀满足了离开了 表示以后 有空还会来听姑娘唱曲 公子慢走 谁知 灵秀才走出几步 彩衣就砰一下 喉潮的摔倒 发混 你怎么 就是有点头晕 灵秀上前刚想将彩衣姑娘扶起来 哪只一接触彩衣 吐之进入条就疯狂跳起来 一说 彩衣姑娘 你先坐下 我去请太医院的朋友过来看看 你先休息休息 好 难怪我才采一唱歌 心情会格外放松 原来是有关声音的一说 灵秀刚进太医院 就传来了贵妃娘娘怒喝声 朝廷养你们有什么用 南南要是出什么事 我要你们全都陪葬 陪葬 我靠 来得真不是时候 先溜再说 灵秀 你来得正好 快来看看本宫的南南怎么了 糟糕 看来是躲不过去了 灵秀来到太医院 本是找双双给采医 枕着头晕 哪知碰见贵妃家的灵宠精神不振 贵妃觉得 灵秀受医治术了得 硬是拉了撞钉 贵妃叙说 宠兽昨天开始就不吃不喝的 没有一点精神 灵秀看着在双双怀中 搭拉着头的猫咪 双双也表示 我们已经全面检查了一遍 没有外伤 内在也没有问题 灵秀接过猫咪 就听见 喵喵喵地说 别碰的公主 本公主烦着呢 待在这地方都快闷死了 喵 好无聊啊 谁来救我出去 娘娘 学生应该找到灵宠的病因了 真的吗 南南怎么了 这灵秀长久生活在长春宫 困在一地时间久了 心中就会机遇难平 现在还只是不吃不喝 但时间长久 甚至会郁郁而终 这是抑郁的表现 抑郁 那南南的病还有痣呢 娘娘可让人将灵秀带出宫去 见识下更广阔的天地 如此一来 她的病情应会有所好转 听了灵秀的一番话后 娘娘也沉默了 身为皇帝的女人 何尝不是要终生 待在皇宫之中终老 玲珑 你带南南出宫半日 本宫乏了 奴婢遵命 南南南南南 以后还是要你和我一起受补吧 双双和灵秀这种不受皇宫约束的人 也不会懂贵妃的落寞 带着灵秀出宫 来到了人流入住的街道 灵宠看着各种没见过的兴起玩样 那小短腿走过不停 表示你现在放下我 我要去撒欢 真的爱 出宫后 南南就变了一个样子了 哦对了 双双姑娘今天来太医院 是想请你治疗一个病人 公子不用这么客气 直接带我去就行 讨闹的梨花院 灵秀刚走一会 现在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只见人群里面 天香楼的吴公子抓着火鸡 要求让彩衣出来唱戏 还是那个偏老大 只见老二的德性 火鸡都表明没有办法 吴公子还是在纠缠着 吴公子 你这么大的阵仗 难不成又是来抓我的 我靠 你怎么在这里 吴公子挨的那顿打 这么快就痊愈了 要不我把今天的事 告诉东城卫大人 让他再好好教导一下你 后会有期 再也不见 还好这二货 不知道我跟宫里的关系 不然还真吓不住他 众人见吴家大公子都跑了 哪里不知道 这是自己惹不起的人 纷纷收衣服的收衣服 上厕所的上厕所 双双姑娘 楼上请 这位姑娘只是脱力晕厥 公子稍等片刻 只见双双姑娘 灵力导入彩衣身体 彩衣缓缓醒来 双双姑娘就是厉害 公子 我这是怎么了 彩衣 你刚才忽然晕倒了 我找了太医院的白双双姑娘 来替你诊治 姑娘放心 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彩衣是第一次接触艺术 让她惊奇不已 我感觉自己完全好业 那是自然 双双姑娘的艺术 可不是浪得虚名的 没有这么厉害了 既然彩衣姑娘已无大碍 南南又得有痊愈 那我们就先回去赴命吧 好 日后有时间再与双双姑娘讨论医术 彩衣谢过公子 下次公子若想听戏 彩衣会告诉班主 不收你的钱 那可不行 虽然之音无价 但彩衣姑娘的戏 我愿意花钱听 灵秀把彩衣当作之音 让彩衣现在头都是晕乎乎的 灵秀还表示 彩衣姑娘真的知道自己是为何晕倒吗 刚才双双姑娘不是说营养不良吗 嗯 我想你的营养都朝这里涨了 阿佩 说差了 彩衣姑娘 你知道自己觉得艺术了吗 嗯 我并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特异之处 你的声音 彩衣姑娘的声音比其他人更懂听 只是你未曾往艺术的方向想 今日尝试了新的唱法 原力消耗比平时更大 才导致你忽然晕倒 原来如此 可这艺术好像并无作用 彩衣如若将艺术能力融入到声音中 那京城第一花旦非你莫属 到时候 人们都得抢着买立花院的票呢 林秀为彩衣点出了自己的特异之处 还说要去艺术院 给彩衣借英语方面的书籍 可以借助上面修炼 彩衣表示 非亲非故的只能以身相许 不懂风情的林秀表示 只是喜欢彩衣姑娘的声音 以后还要靠你解闷了 彩衣姑娘磕磕巴巴地表示 公子以后有空都可以来我这 我会一直为您唱曲儿的 心满意足的林秀离开了梨花院 班主看出林秀不是什么顽固子弟 提醒彩衣要好好把握机会 说不定也有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机会 班主又打击我 彩衣身份低微 是配不上林公子的 默默想着 能多为她唱戏几首 我就满足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 有时候女人也是很好追她 刚来艺术院的林秀 像不像你刚到大学报到的样子 对各种事物都怀着极大的好奇心 认识朋友后 第一个话题是不是笑话排行呢 风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 你治兵的伯可以放放了 等会陛下若是要赏赐 你可别忘了谢恩 多谢李总管提点 呜呜 赚元金的活就这么没了 林秀跟着李总管来到御花园 皇上深知御人之道 表示有什么想要的赏赐 都可细细说来 林秀心中郁闷 哪有这样给人赏赐的 要中了你不给 要轻了 那我不就吃亏了 林秀纠结地想说 送自己一座 靠近皇宫的宅子 但皇宫价格 这么高更别说靠近皇宫 被说狮子大开口就不好了 哪知书妃觉醒的是 无心术的艺术 林秀的心理想法 都呈现在书妃的脑中 书妃也感念林秀 这一个月来的信劳 建议皇上送他一座 皇城附近的宅院 表示以后再想喝冰酒酿 就不需要等了 皇帝也觉得 每次传唤林秀 都需要很长时间 便同意了书妃的提议 周婧 你去内务司 挑一座离皇宫境的院子 赐点他 遵旨 臣谢陛下赏赐 林秀内心 书妃娘娘一句话 就帮我省了几万两银子 我简直爱死书妃娘娘了 书妃没有来的听到林秀的心声 忍不住扑呲地笑了出来 夏皇转过头 疑惑地问道 爱妃怎么了 书妃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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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уп 二环子最初听到林秀兮生 只能用想到了一件好笑的事敷衍过去 正好过两天 就是艺术院开学 趁这个时间把房子搬了 好开心好开心 在现代 这就是在二环的房子 艺术院开学的日子 各种喷火 飞虾 让林秀乐的找不着北 以后可是能随便复制艺术了 只见人群聚集处 传来对明和公主的叫喊 林秀不屑地表示 是这群人年少不知郁姐好 不把少女当成宝儿 旁边的人哪里会懂现代的名句 上来就问什么是郁姐 嘴巴怎么说得清楚 灵秀就指向旁边的美女 只见旁边站着一位碧绿的脆烟衫 散花水雾绿草白者群 身披脆水薄烟沙 肩若消成腰若约素 肌若凝脂气若幽兰 娇媚五谷入恋三分 英雄所见略同 在下也认为 这艺术院中最具女子魅力的 就是秦婉姑娘 你眼光不错 在下灵秀 敢问兄台高姓大名 灵秀 你是平安国之子 赵家那位天娇的未婚夫 是我 在下李伯张 久仰大名 赵家连太子的求婚都给拒绝了 还得是灵兄手段高明 能抱得美人归 现在又进了艺术院 前途无量啊 灵秀表示自己天赋平平 觉醒兵之艺术 也只能在皇子院混日 李伯张表示自己也是皇子院 觉醒的是雷霆艺术 我怎么感觉自己被看清了呢 雷霆 剪刀宝了 雷霆攻击方向威力 比兵之艺术强多了 那我们今后几年就是同窗 俗话说 男人三大舔 一起同过窗 一起扛过枪 一起瓢过窗 以后有什么不懂的 就需要李兄多提点了 哈哈 我与灵兄一见如故 这是自然 小姨子和明和公主 见面就是火星状地球 明和说 大 了不起吗 雷霆却说 大 我又这么老吗 两人说话 那真是牛头不对马祖 李伯张和 灵秀看得不知所以 只因灵秀第一个打招呼的人 是小姨子 就遭来明和公主的恶等 唯唯诺诺的的 也得公主请安 看着两人火星撞地球的表情 稍一个不注意 就可能打起来 两个真的是谁都不服谁 灵秀庆幸有小姨子 可以给自己撑妙 看小姨子 哪里有讨论艺术院美女排行来的有趣 李伯张请教灵秀 除了瓦姑娘 你觉得这大殿内 谁是第二漂亮的 那当然是薛妮儿了 我与灵兄所见略同 薛妮儿容貌 身材 气质 最为出众 灵和公主表示不服 在你们男人眼里 女子除了容貌和身材 难不成就没别的了吗 灵秀和李伯张 被吓得一个机灵 两人异口同声的就说 还有灵魂 不愧是和灵秀 有相同眼光的人 脑子转得都一样 请问这是要走 李伯张健壮马上追上 定时要与之拿下不可 真是见色妄义的家 那个女人很危险 放心吧小姨子 我会守身如玉的 男人出门在外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毕竟看上你的 不一定是喜欢女 也可能是女人 天生的好胜心 艺术院练舞场 灵秀又碰到了李伯张 李伯张看着 瘦头一样的灵秀 表示你这个身板 报名舞蹈课 受得住吗 还是假借舞蹈课之名来看 嗯 只见青春靓丽 活力四射 的少女 一个个在舒展身体 让人喷血的画面 牢牢地扯住了 他们的双眼 无法挪开 列队 我姓孙 是教授你们舞蹈的教习 你们可以叫孙教习 孙教习好 我会把你们当我的兵一样训练 如果有人吃不了苦 现在就可以退出了 我们不怕苦 很好 我很好奇 一个时辰后 你们会不会改变注意 所有人散开 脱掉上衣 原地站好马步 是 天呐 旁边的李伯张 眼睛都红了 你这身材是怎么练出来的 灵秀表示 在家举举十锁 转末盘之类的 但我能说 这个是立志艺术附带的效果吗 灵兄果然是我被中人 身为男人 必须要有强健的体魄 不然日后如何遨游花丛 我修炼舞蹈 只是想隐藏自己 有多个艺术的秘密 李伯张以为 我在第一层 其实我在大气层 教习看见他们姿势 如此标准 就知道 他们有舞蹈基础 对此特别的上心 复制能力没有反应 看来教习只是纯粹的舞者 嗯不错 我看好你们哦 下次我会给你们灌注真气 只要能流于体内 就算是舞蹈入门了 到了休息时间 一个个都忘记了刚才的豪炎状 累得死狗一样 趴在地上 灵秀却还在坚持 引得隔壁的女生 花痴病都发作了 硬是想给灵秀生猴子 旁边冷静的人却说 灵秀早就和赵灵俊有了婚约 你们就别想这好事了 总是被赵灵俊压一头的薛宁儿 却不以为然 表示 他现在不在王兜 想拿下灵秀还不简单 身旁的人都表示 你还敢和赵灵俊抢人 感情这种事 本来就没有先来后到 你们就瞧好吧 赵灵俊 艺术强大 家族雄厚 陛下厚爱 那又怎么样 等你的未婚夫被我抢走时 你就是王兜最大的效果 只要灵俊爱上我 那就意味着 我赵灵俊 尽管薛宁儿离灵俊有点距离 但被人盯上的感觉 还是让灵俊胜为疑惑 一阵阵寒意传来 回到课堂上课 薛宁儿躲在一边 看见灵俊就故意撞了上来 姑娘没事吧 嗯 没没事 真是男友情妾有益 还不送入洞房 还等何时 说笑 大家喜欢本漫画的 可以关注点下 这是被拳王都称为 废物的灵俊 却和强大的赵家敌女 赵灵俊有了婚约 薛宁儿从小就被赵灵俊压一头 如果能抢走她的未婚夫 那她就是拳王都的效果 薛宁儿提前了解了灵俊上课路线 假意摔入灵俊怀中 公子 我好像崴到脚了 旁边学员杂听此事 纷纷提出 可以来被薛宁儿 薛宁儿表示 你们刚训练完 还有力情 瞄准灵俊 要求背自己回去 有美女相求灵俊 当然是义不仁慈 哪知窜出来一个程咬金 说是要送自己回去 灵俊懊恼地看着离去的马车 爱 和美女一心方则的机会 就这样溜走了 此时李伯璋凑上来 称赞道 灵俊好手段 这就把艺术院四美之一的心勾走了 艺术院四美 灵鹰姑娘 明河公主 宝儿姑娘 还有薛宁儿 表艺术院四美之名 不过 灵俊小心点 追求薛宁儿的贵公子 不计其数 他为何偏偏对你主动出击 不知宁儿姑娘 觉醒了什么能力 似乎是飞行 会飞还让我背 看来是真把我当作猎物 我会让他明白 最优秀的猎人 往往是以猎物的方式出现 李兄不是刚来艺术院吗 怎么什么都知道 嘿嘿 李兄想了解哪位姑娘 直接问我这些 哈哈 人生得益之己 当福一大白 摘月楼 我请客 不醉不归如何 第二天 真没想到 我这个千杯不醉小王子 竟然被李伯璋给了趴下去 还是只有三种艺术 看来不是李伯璋送自己回来的 定是孙大力送自己回来的 李伯璋的雷霆之术 早晚会得到的 也不急于一时 答应彩衣的事情 还是今天去办一下吧 对 就是这个 这个英知艺术的书 应该会带彩衣 有所帮助 看一下先 林公子 原来真是林公子啊 好巧 林秀知道了薛宁儿的用意 当然是知道 谁先认真救书了 林秀坦然地找地方坐下 薛宁儿表示 公子不介意 我坐这吧 姑娘坐下便是 毕竟藏金阁不是我的私物 薛宁儿坐下摆出一个勾人的姿势 定是要拿下林秀不可 哪知林秀认真地观看英知艺术书籍 压根就没有注意薛宁儿 一个时尚后 林秀硬是没有理会薛宁儿 让薛宁儿气愤不已 表示你这种钢铁直男就不配拥有女朋友 林秀假意抬头说 林儿姑娘怎么不拿书看 看我干嘛 原来公子还知道我的名字啊 林儿姑娘秀外会中 方明远扬 艺术院内谁人不知 薛宁儿假意不好意思说 这都是别人乱传的啦 公子不用打去我了 可惜 我有婚约在身 若是跟宁儿姑娘太亲近 容易惹人非议 宁儿自然知道你有未婚妻 但宁儿只是想和你做朋友 难道赵林俊连女性朋友都不让你交吗 林秀趁机握住薛宁儿的手 想复制艺术 原来是这样 我最喜欢交朋友了 以后我和宁儿姑娘就是好朋友了 薛宁儿窃喜 第一步成功 看我早晚拿下你 气死那个赵林俊 话说美女的旁边 总会有那么一批狂风浪蝶 只因林秀和薛宁儿走得过于接近 就遭来了王威的威胁 他是真的有底气 还是林秀的惊艳宝宝呢 艺术院 林秀又和李伯璋凑在一起 聊着昨天未聊完的趣事 还称赞李伯璋海量 薛宁儿看见林秀也是凑上来 想和林秀拉近关系 李伯璋不愿做电灯泡 也是自觉地走吧 看着林秀和薛宁儿打情骂俏 感叹道 真是我被中人 才开学几天就拿下了薛宁儿 李伯璋看见学员聚集 便招呼林秀过来集合 双方互道再见 林秀心想小样 都是千年的狐狸 你给我讲聊斋 这不拿下 教习点了林秀 李伯璋 王威出来 其他人被打发去跑步 教习说道 五道一门只要体质好 人人都可以修行 现在给你们直观地展示一下 林秀出力 真气是五道的基土 像王威能自己修理出真气的 是极少数 大部分人都需要外在帮助 我会度一丝真气到你体内 你需要引导这一丝真气运行 能留住多久 就看你自己 在真气入体的那一刹那 林秀感到一阵恍惚 好好感受 他在你体内游走的路线 黄暴的真气 再让林秀感到十分痛楚 难怪修行武道 先要增强体质 即便是林秀全力以赴 真气也只是侃侃运转了半圈 随后便缓缓地消散 我的天 这真气也太霸道了 跟在我身体里 开拖垃圾爬泼一毛痒 孙娇席对他点了点头 说道 初次尝试 能留住这么久 已经算是不错 不出意外 三个月内 你应该就能迈进五道之门了 多谢教习 王威走到林秀身边 拍了拍林秀的肩膀 压低声音说道 我警告你 离妮儿姑娘远一些 你配不上她 薛宁儿在艺术院 有许多追求者 对于王威的警告 林秀也定的意外 李伯章摇头说道 可怜人一个 他还真以为有机会 抱得美人归 三等公的孙女 怎么会嫁给一个 三等候的儿子 像他这样的可怜人 太多了 而且他还只是 觉醒空间艺术 空间艺术吗 好东西 别人不稀罕 我喜欢 就在这时薛宁儿 又来找林秀 林秀灵机一动 想到了可以得到 空间艺术的机会 故意大声地说 薛姑娘 你来找我干嘛 哦 原来石来送水喝的呀 这大热天的 也太贴心了吧 哪知王威这个二愣子 压根就没有成果 扭头就过来 就是要找林秀决动 哦 找我挑战什么 王威怒道 和我打一场 如果我赢了 你以后就离宁儿姑娘远一点 如果你赢了 我再也不会靠近宁儿姑娘 你的挑战 我接下了 林公子 我们不比好跑 虽然有男子 为他争风吃醋 他心里很有成就感 也并不讨厌 可这次不一样 林秀是他打败 赵林郡最重要的工具 如果林秀输了 从此以后 再也不靠近他 他的计划 岂不是刚刚开始 就宣告失败 该死的王威怀我大忌 林秀微笑看着他 说道 宁儿姑娘 这是男人之间的战斗 请你不要插手 两人站立较长两端 王威是练出了真气 但也只是一丝 双方用木制武器 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林秀颠了颠手中的木剑 这把剑 也不知道是什么木头做的 拎在手里还挺重 这时 王威已经用双手握住了剑柄 向灵秀当头 劈卡而来 虽然只是木剑 但这么大的力量 劈在头上 也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更何况 王威还动用了真气 这年轻的学生 有些不知轻重了 王威举剑劈来的同时 灵秀也握紧了剑柄 他没有阁挡 而是同样举剑劈了过去 啪 两把木剑在空中相碰 发出清脆的响声 其中一把木剑 竟是直接断掉 断掉的是王威的剑 灵秀手中的剑去是烧剑 还是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 而王威砸去 砸在了王威的额头上 王威只感觉头部受到重击 当时便是前一飞 一头栽倒在地底 没了意识 王威为了一个女人 和灵秀决斗 只因实力不济 被爆头 灵秀表示自己 还没有发力 你是真的若鸡 不会嘎了吧 孙教席上前观察情况 表示王威只是晕过去了 在太医院看看就可以 灵秀积极地表示 自己送去就行 孙教席看着很是猛逼 薛妮儿也是费解不已 王威缓缓醒来 王威那是一脸猛逼 怎么灵秀会离自己这么近 灵秀的复制艺术 在疯狂的跳动中 灵秀哪能让快要到手的 艺术落空 一个手刀 就往王威脖子招呼上去 继续拖着王威 往太医院走去 太医对王威一番诊断后 表示并没有什么大碍 就是这个脖子 我需要叫正骨的同僚帮帮忙 灵秀压根不在乎王威死活 感受着刚得到的艺术 出现消失地玩了起来 空间能力是真的香啊 以后出门就方便多了 就在这时白双双走了进来 灵秀被吓了一跳 张口就问双双姑娘好巧 你也在太医院啊 双双被问得一脸猛 我不在太医院 你要我在哪里啊 灵秀一脸蹊跡 差点就暴露了 对了 我还没问你来太医院干什么的呢 我送同窗来智商 顺便也想着向你请教医术 要不就从整麦开始教我吧 那我们去那边吧 白双双讲解一道 还表示 你可以试着整我的脉 告诉我你感受到的脉象 我在为你讲解 灵秀搭上双双姑娘的脉搏 灵秀眼泪哗哗地发现 进度条半天就没有动静 灵秀陷入猛低之中 白双双哪里知道 现在的灵秀真的是 有种元素爆炸的宝质 金手指竟然失灵了 灵秀的CPU迅速地燃烧 我原以为是自己拥有什么外挂系统 所以才能复制别人的能力 但其实复制就是我所觉醒的艺术 既然是艺术 应该就跟其他能力一样 需要不断觉醒来提升能力上限 等我二次觉醒了 一定把你拿下 虽然心里想着事情 但海王的本质还是摆脱不掉 拉着双双的手就是不放 还连声感觉今天的教导 双双确实没在听灵秀的话 看着灵秀背后一脸寒意的赵灵音 灵秀感觉背后又是一阵熟悉的寒意 我靠 又来 灵秀马上双手举天 发誓自己是什么都没敢 灵音不高兴地扭头就走 本来还担心你出事特意赶来 结果你又在泡妞 灵音 你听我狡辩 嘿嘿嘿 我听我解释 配角总是在空余时间醒来 灵秀这家伙真是够暴力的 头好痛啊 脖子怎么也好痛 话说身为有金手指的男人 却对自己的小姨子无比恐惧 看着小姨子走了 也是追了上去 灵音 你别误会 我刚才只是在和双双姑娘学整脉 赵灵音着实不相信灵秀 表示 你可以发个试看看 作为21世纪的五号海王 那时张嘴就来 我对天发誓 与双双姑娘只是纯洁的师徒关系 如有半句假话 就让我 不用说了 我相信你了 继续啊 怎么不说了 不知道怎么发誓吗 我靠 这小姨子 怎么前后变化这么大 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了吗 来跟我学 如果半句假话 就让我天打五雷轰 不得好死 我靠 不用这么狠吧 好吧 我承认 我就是想摸女孩子的说 我不要脸 你不是说过会截身字号的 你不守信用 赵灵音默默地说 灵秀 我发现你有了艺术以后 整个人都变了 以前你缝纫就说与姐姐的婚约 现在却到处张花惹草 甚至问我能不能解除婚约 你到底怎么想的 以前那都是年少轻狂 不要放在心上 灵音不由一正 你该不会有喜欢的人了吧 我倒是知道 你最近常去梨花院 难道你喜欢上了那里的戏子 灵秀一顿 是是是 连人选都给我备好了 我不顺着说下去 岂不是辜负了她的美意 不过灵音对我的行踪 如此了弱之掌 这让我以后泡妞之路 坎坷不少啊 戏子怎么能比得上我姐姐 你不懂爱情 当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的眼里只有她 别说你姐姐 哪怕是天上的仙子 在她面前也黯然失色 有心上人 你为什么还去摸那女太医的手 有心上人 你还在艺术院 为了薛宁儿和别人争风吃醋 甚至都打起来了 我可不可以说 这三个我都喜欢 你不会是想说 所有的漂亮女子 你都喜欢吧 我只是想给所有美丽的女孩子 一个温暖的家 这有错吗 我差点就被你骗了 你这种人 怎么可能不喜欢我姐姐 一定是想在结婚前放纵放纵 灵秀听了这话 马上夺命三回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 反正我不会相信你了 再让我抓到你沾花惹草 一定对你不客气 镇王谷的王威走出太医院 还是感觉脖子甚是疼痛 公子 这次我大意了 本来有机会废了他的 可是 我运气不好 一次 二次运气不好 总不会次次都是运气不好吧 看来 我小瞧他了 灵秀一边洗澡 一边哼着小哥 他对自己刚得的空间艺术甚是喜欢 以后存放东西 就方便多了 还幻想着空间之内储藏一堆宝剑 在打架的时候 万剑突然出现在身边的美丽幻想 就算不能打架 装个逼也是可以的 说起防身 上次孙大力为了护我差点挂掉 安全起见 也得帮他提下实力 还有一个幽灵模式的小姨子 下次复制艺术 还是要小心一点了 被抓了多半会凉凉 拥有一技之长的人 是有多嚣张 引气入体一百两一次 老者硬是不收钱 还表示不管几次 我可以帮你成功为止 但有时候 大话真的不能说得太早 灵秀带着孙大力 孙大力带着钱 寻找着能给孙大力提升战力的场所 灵秀主仆二人 驻足在巨鹰馆楼前 旁边公示板上写着 地阶舞者 亲自引气一次一百两 谢绝还嫁 五级课程包月一百 包年一千 按摩搓背一次 一旁的孙大力惊呼好贵 而来自现代的灵秀 却是深思 真的不管在什么时代 技术都是最稀罕 最值钱的东西 主仆两人走进巨鹰馆 嘿 呵 还有人一脚 就踢断人粗大的怒装 灵秀不由被舞馆里的气势震住 难怪说地阶舞者的战斗力 与觉醒五次的艺术师不相上下 这时走出了一个主事的人 询问灵秀二人 此来何事 灵秀上前行李说明 自己两人是来请馆长引气的 加上孙大力上前 便是规矩我们懂 名字已经带来了 有声音道 主事当然是客气地 将二人带到馆长练舞房 乃至刚推门进去 一只大老虎 就恶狠狠地看着主仆两人 两人那是背下的瑟瑟发抖 主事介绍了一下 馆长和馆长的宠物 并表明来意 这两人是来请你给他们引气的 馆长正为宠物病奄奄的样子烦恼 哪里还有心情做生意啊 主事刚回头 想叫他们改天再来 却不见了灵秀的踪迹 有兽与艺术的灵秀 早就来到了宠物的身旁 聆听着宠物的心声 还表示自己是 十八代单传的兽医世家少爷 看着小宠物 那不是简简单单 我看啊 他一定是喉咙被骨头掐住了 灵秀是没有见过这么虎的人 听完话 那是直接掰开宠物的大嘴 半个身体都钻进了 大老虎的嘴中 如果老虎咬上一口 那会怎么样的 哇 真的有骨头 小兄弟你是来引气的是吧 来来来 我现在就帮你 把银子拿上来 馆长表示 为了感谢 你给我家阿虎看病 我不要银子 帮你引气成功为止 灵秀拿 当然是毫不犹豫的就接受了 还暗响 以后拉上海棠姑娘 开一个兽类医院 那赚钱不是要撞翻 两个陷入发财的异想之中 回过神的灵秀 踢了孙大力一脚 让他去引气 表示 身为我的保镖 你不厉害点怎么保护我 馆长直接引气入体 一次就成功了 这可让馆长称赞不已 惋惜的是 孙大力如果可以早二十年入门 说不定实力还在我之上 灵秀吐槽 这天赋 都是用脑子换来的 馆长觉得 这次引气太过轻松 便叫灵秀也上来 可以免费给他引气 灵秀自然是高兴地 薅起了羊毛 还高兴地表示 你不入门 就别想回去 那真的是差点把劳馆长给送走 硬是引气入体三十次 灵秀才成功入门 他本是二十一世纪的海王 却因为浑川 穿越到同名灵秀身上 曾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魔王 如今却因为小姨子的告别 高兴不语 天空湛蓝 阳光明媚 灵秀开启了自己 引气成功后的第一次修炼 一鼓作劲 灵力攻击轰出 虽然没有灵鹰那样 一拳打出鹰爆的效果 但是也算是不错了 等我练到最高境界 披山破云 一直断疆的时候 灵鹰他就打不过我了 哈哈哈哈 这家伙又在想什么坏事 想什么呢 快跟我走 你当下的进步 再按原来的强度修炼 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跟我走 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 灵鹰这么积极 我总有点不祥的预感 天字院 这天字院只住了十位天骄 每一个都是天才中的天才 这不太好吧 我一个黄字院的 应该是不能进的吧 放心吧 我已经给院长请示过了 你可以进 这也太冷了吧 平时你就在这修炼 废话这么多 干什么快进来 我们就在这修行 在这 灵鹰 你要打死我就直说 倒也不必让我在这床上冻死 谁要冻死你 你就坐在这床边 跟我一起修行 哎呀 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 这直接坐上去 真不会冰屁股吗 小姨子在床上 都看着这么轻松 这小小床边 应该也没有多大劲 我靠 屁股一下子就没有知觉了 我就不信这样你 还有力气去勾三大四的 大意了 一个小小的悬冰床 都能把我掏空 灵鹰 能不能让我休息休息 休息什么实力重要 还是休息重要 几天后 林公子 要去泛州游湖吗 不去了 今天身体不舒服 林公子 要来讨论医术吗 不去了 我太累了 林公子 要来听曲儿吗 施主不必再说了 我没有那种世俗的欲望 太累了 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以前是三天一次 现在是一天三次 九九六看了都要落泪 零零七看了 都要跟我斩鸡头 拜爸当兄弟 这几天 每日都被林英压榨得一滴不胜 连给彩仪送英之艺术修炼手册的时间都没有了 经过林英的魔鬼训练 现在我只插一层窗户纸 就能再次觉醒了 就在这时听到吓人喊二小姐找你 林秀自然反应的 咚的就跳起来 没事 为了实力 为了自由的策马奔腾 林英尽情地折磨我吧 什么 你要走 林秀眼睛发出阵阵亮光 我娘要回家探亲 我得陪着 要离开王都一段时间 你也已经到了瓶颈 近几日就不用休息了 此时的林秀手舞足蹈 高兴不已 等我回来 应该就可以帮你再次觉醒了 我要走了 你这么高兴干什么 没有没有 我只是想到了一些开心的事情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 你不要出去沾花惹草 放心吧 林英 我肯定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心里想着你走了 我终于可以出去浪了 夜店小王子走起来 身为21世纪的海王林秀 没了小姨子的约束 会开启怎样策马奔腾生活 此时梨花院内的彩衣 还在想 先前那个特殊的客人 都说戏子无情 王都这些贵公子 何尝不是一时兴起 这几日喜欢彩衣过两日 又喜欢轻衣叠衣的 或许公子已经是将我忘了吧 哪知这时林秀推开彩衣闺门 吓得彩衣一个机灵 莫非是佛主显明 而此时的彩衣 也是格外的高兴 林秀则见兮兮拿出一本书 这本书上 有关于英之艺术的详细介绍 还记载了用来提升修为的曲 你可以先看看 然后抄录一本 这太贵重了彩衣 该怎么感谢才好 彩衣姑娘的歌声 为我排解了许多压力与寂寞 这边是最好的报答了 公子帮了我许多 我却还不知道公子的姓名呢 我叫林秀 林秀 难道就是和赵家大小姐 有婚约的那个林秀 连你都知道 那是自然那位小姐 是天之骄子 她的未来关系着大夏国运 彩衣一直好奇什么样的男子 才能将她娶回家没想到 现在看到了 是不是觉得我配不上她 没有没有公子 您一表人才 哪有配不上的女子 您和赵姑娘是郎才女貌 朱连碧合的一对良人 彩衣这女子 似乎对我有好感啊 我是不是应该将之拿下呢 我就在禽兽和禽兽 不如之间徘徊的时候 忽然想到 如果我那个小姨子 知道自己在外面 又沾花惹草 会不会打断 自己的第三条腿 林秀不由留下细腻的冷汗 此时的彩衣 不解地看着发呆的灵秀 以为自己刚才的话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没事没事 一时间走神了 看来自己的海王之路 任重道远啊 还是先等解除赵家婚约后 必要拿下彩衣不可 孙教习高兴地拍着灵秀间 你这是影器入体了 嗯 有个开舞馆的朋友帮忙的 不错 既然影器成功以后 课程内容也得调整了 平时多练习 引导真气聚集于身体某处 也可以自己选一把衬手的武器 试着用真气覆盖住它 灵秀得到孙教习指导 把玩着寸许长的绑剑 灵秀 灵秀一抬眼 一抹雪白黄的灵秀 身形摇曳 好白 好大 好想摸 这时想起薛宁儿化身 过几天 是我18岁生辰 到时候 会在我家里设宴 你这次 不会还要拒绝我吧 前几天实在是太忙 不得已才推辞姑娘 这次宁儿姑娘的生辰 我一定不会失约 对了 王威这几天 还有没有去烦你 你还说呢 害我为你担心 怕什么 我不是淫妄吗 不过说来也奇怪 王威以前 都是唯看秦婉传 这次怎么会为了 我和你打赌 唯看秦婉传 看来王威有些不对劲 喜欢的可以关注点点 持续更新中 21世纪的海王灵秀 穿越到了异世界 还和帝都的赵家嫡女 有了婚约 只因赵灵俊不在帝都 好多女子都想攻略自己 李伯张凑近灵秀 你这是宁儿姑娘的 生辰情帖吗 什么事都瞒不过 李兄的眼睛 灵兄这手段 果然厉害 在下佩服佩补 有什么厉害的 难道他没送你 武道科上这么多人 拿到情帖的 可就只有你一个 王威也没有吗 他父亲管侯是三等侯 按理说 应该能收到情帖 不过他上次输了 跟你的赌约 就算宁儿姑娘 给他请帖 他有脸收吗 终于下课了 灵兄吃点 好饿 好累走走走 来到摘月楼 灵秀一撇看到 王威走进了 隔壁的天香楼 李伯张看着 发呆的灵秀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在想 老吃摘月楼也命 要不 去天香楼试试 李伯张连忙至主 别的酒楼倒是无所谓 天香楼灵兄 还是少去为好 天香楼是 永平侯府的产业 永平侯 曾数次亲自前往赵家 为自家公子求娶 赵灵俊 永平侯手中 权柄部小广安侯 钟永博 程一博 还有东成令 东成卫等人 都是他的手下 有了这层关系 天香楼的掌柜 就算接待你 你敢吃吗 这普通酒楼的饭菜 始终比不上天香楼啊 又见面了 你 你想干什么 我最近可没惹你 别怕 我只是想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知道上次的是 你是受人指使 你只需要告诉我 指使你的人是谁就行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看不出来 你还挺忠心 哼 我只是经常去天香楼吃饭 和掌柜的关系比较好 你帮摘月楼制兵 把生意都抢走了 我看不过眼 才想帮忙教训一下你的 既然是你一个人做的 那就别怪我 哈 你什么意思 正好陛下 让我明天进宫制兵 我准备 打断自己三根肋骨 再告诉宫里来的人 你明知道我要进宫 还故意 把我打成重伤 他被吓得不知所迫 你还是准备下 自己的后事吧 吃顿好的 你 你也太无耻了 多说无意 别忘了跟亲人道别 迅速上前拉住灵袖 好吧 其实那件事 是永平侯府大公子 杨轩让我做的 事情情况我已经告诉你了 你以后就不要再找我麻烦 我穿越到异世界 拥有了罕见的复制艺术 薛尼尔为了攻略我 武道科这么多学员 唯独给我生辰宴请帖 生辰宴当日 永春侯府 巨鹿侯府 陈国公府等等 纷纷送上厚礼 灵袖走上前 门房询问公子 您的贺礼呢 我的贺礼比较特殊 一会儿亲自送给宁儿姑娘 平安伯府灵袖公子 请 进门就见到薛尼尔 被个门法子弟 簇拥在中间 只见一人说了个笑话 女 你跟我说话 怎么老嚼着糖 男 不嚼糖 哪来那么多甜言蜜语 逗得薛尼尔咯咯直笑 不经意看见灵袖到来 告别众人来招呼灵袖 今夜的宁儿姑娘 比往日更加漂亮 宁儿姑娘不好意思说 没有啦 宁儿 这位兄台是谁 以前怎么从没见过 这位是平安伯府的 灵袖灵公子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原来是区区三等伯之子 不足为惧 等等平安伯之子 他是赵灵军的未婚夫 灵袖被这熟悉的 极度目光所包围 看来这些都是薛尼尔鱼堂里 普通的鱼 这位是永平侯府的 大公子 杨轩 这个应该是高级一点的鱼 杨秀 久仰啊 是尼尔姑娘的朋友 以后 我会多多照服的 尼尔 你看看 这是我派人 从西域寻来的明月珠 是我送给你的生辰礼物 俗气 宁儿来看看 我给你的礼物 元金 这恐怕是五阶一寿的元金吧 宁儿姑娘 以后晋级地阶的可能性 至少增加一成 这可是有嫁无失的好东西 兄弟们为了泡妞 真是下血的 不知道平安伯家的公子 送了宁儿姑娘什么礼物 我看她空着手禁服的 不会什么都没准备吧 宁儿还以为 灵袖真的没有带礼物 还想为止辫子 其实今晚我还为宁儿姑娘 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什么礼物 只见灵袖拿出一个冲天炮 孤孤单单的炮杖炸开 在场的看了都很是无语 看看 你送给宁儿姑娘的礼物 就是一个炮杖 话音刚落 无数朵烟花 争先恐后的飞上了天 像百花争艳的 展开出自己漂亮的花瓣 天哪 好漂亮 绚烂的烟花照亮了天际 也照亮了一个女孩 那好浪漫的心 若她设事未深 就带她看尽人间繁华 若她心已沧桑 就带她坐旋转木马 若她情窦初开 你就宽衣解带 若她阅人无数 你就造边炉台 身为21世纪的花样海王 针对不同女孩 定会有不同的应对方案 周围的各门法子弟不屑得道 烟花有什么好看 顶多几十两银子就可以搞定 而女方却兴奋地连连说真美 所以这就是男女之间的思想偏差 此时的薛宁儿也是美眸连连 兴奋不已 娇羞地说 谢谢 这是我今天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追女孩要学会搞浪漫 只会砸钱的土鳖 注定只能当冤大头 如果你不是平安博之子 那该多好 随着劈啪啪啪啪的响声 烟花还在空中展现着她绚烂的美丽 喧闹的乍响 也掩盖了明儿姑娘的谜南 二人默默地享受 就独有的安静时光 多美丽啊 夜幕见深 生日宴结束后 各方贵客纷纷败别离去 对灵秀抱有必杀之心的杨轩 看见灵秀 还想上来虚伪客套下 哪知灵秀早就看透此人 这里没有其他人 其实你不用那么装的 我知道天香楼一事是你在背后指使 王威向我挑战也是有你受益 对了 钟永伯也是你爹麾下 所以秦聪找我麻烦 是不是也是你安排的 灵秀说的话 我怎么一句也听不懂 听不懂算了 计划不错 就是找的人 以后继续努力啊 灵秀我们之间似乎有些误会 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杨轩被灵秀这无耻的表情气疯了 此时的灵秀 已经把杨轩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自顾自的和孙大力聊了起来 本里还想让你再快活一段时间的 既然你自己找死 那我成全你 十颗二阶异寿元金 就要了一千两银子 还真是不便宜 今天故意挑衅 杨轩他一定会沉不住气 对我出手 实力才是自保的根本符 必须立刻冲击二次觉醒 元金的元力 一鼓鼓地钻入到灵秀体内 金色的元力围绕着灵秀 元力集中 试图冲破那道屏障 差一点就成功了 一颗元金的能量看来不够 不过还好代药充足 第二日 灵秀的救命恩狗 还在沉醉自己的美梦中 灵秀呼唤着老黄过来 谁在说话 这院子里还有第二条狗 骂谁是狗吗 组织交给你个任务 办好了 有鸡腿 鸡腿 后续发展如何点点关注 持续跟踪哦 他是21世纪魂穿到异世界海王灵秀 却因和帝都第一天才 赵家敌女有了昏晕 遭到帝都各门阀的敌视 引来的不少杀身之祸 还在薛宁儿生辰艳指名杨轩 过往对自己做的种种不齿之事 明明白白板在明面 公子 已经按照您的吩咐 安排好了一切 派去平安伯府监视的人怎么说 从薛国公府夜宴后 灵秀一连七日闭门不出 只有一条大黄狗 偶尔出来晃有巡视 废物 继续监视 宫里再不来人 我就要憋死在这个鸟地方了 主人 主人 大门外二楼茶馆 有人在监视后门那边安全 哒哒哒 终于来了 双双姑娘冲到灵秀跟前 灵公子在等我 是不是贵妃娘娘让你来的 那只异兽的病情又反复了 灵公子 你怎么知道 那只灵宠患的是心病 岂能出宫一次就痊愈 灵公子果然一颗玲珑心 哪怕病患只是一只灵兽 亦能设身处地 为她着想 双双自愧不如 双双姑娘 我需要收拾些东西 你先回宫门处等我吧 好 灵府后门 灵秀观察着府外情况 大黄果然靠谱 后门安全 前门 主人难道是狗变的吗 不然怎么会说狗话呢 大黄呢喃着 这都多少天了 怎么还不出门 皇宫中 陈参见贵妃娘娘 灵秀 你快来看看 南南怎么虚弱成这样 皇帝一问你 还懂医术 陈不懂医术 只是养过猫狗 所以略懂动物的习性 只要你能治好贵妃的爱宠 郑重重有少 贵妃娘娘 灵宠现在精神很不好 我需要一个安静的房间 进入房间 好了 别睡得起来 谁 谁摸我屁股 别找了是我 你能听懂我的话 还会说我们的话 难道你也是老虎 啊 你不是猫吗 你才是猫 你全家都是猫 本公主名叫白灵 是尊贵的虎族 是虎族 那些绑架本公主的坏家伙 这小家伙 看起来 还真的是憋坏了 呼哈气 累死我了 好了好了 你的委屈我都知道了 我会帮你传达的 你这人还挺上道的 那你以后 可不可以经常来陪我玩啊 要我经常陪你玩也可以 但你要听我的话 帮我演一场戏 屋外的皇帝 还在安抚着贵妃 房门打开 南南 灵秀 南南的情况怎么样 我穿越兜异世界 还拥有了 可以复制别人的艺术 我第一个复制的目标 就是品香阁的海棠 还拥有 可以和动物沟通的能力 贵妃知道 我有看透宠物疾病的能力 灵宠一有问题 就会照我进攻 请问贵妃娘娘 灵宠平日 都吃些什么食物 都是用的最精细的鱼片 灵宠的食物 我们不敢马虎 这便是问题所在了 难道这猫不能吃鱼 回娘娘 这灵宠虽然长得像猫 但其实是虎足 它应该是不喜欢吃鱼的 更何况天天吃一样的食物 换做谁都无法忍受的 那应该给南南吃什么呢 鸡肉 牛肉什么的 再佐以适量的蔬菜 总之 花样可以多些 快 按灵秀说的去取来 灵宠看见自己喜欢的食物 高兴地吃了钱 太好了 南南终于吃东西了 你真的不考虑留在本宫身边吗 这可使不得 贵妃要谁都可以 灵宠是真不行 这样吧 赠给她一个牌子 让她每隔一日进宫来照顾灵宠 那好吧 只要给南南吃这些东西 她就不会再生病了吗 灵宠茶饭不思 食物只是一个诱因 真正的病根 陈上次已经和娘娘说过了 本宫后来也让玲珑经常带她出宫 但并没什么作用 或许是因为 贵妃娘娘才是灵宠的主人 如果由娘娘亲自带她出宫 情况或许会不一样 放肆 贵妃娘娘千金之躯 万一出了什么事 谁担待得起 事成考虑不周 一时失言 请陛下和娘娘恕罪 她没说错我要出宫 好 朱瑾 你亲自带些人手 护着贵妃娘娘 记得低调行事 别让那些老顽固知道贵妃出宫去了 省得他们又来找朕告状 遵旨 没想到下皇一国之君 居然怕老婆 娘娘 臣还要回俗准备 半个时辰后 在摘月楼门口会合 如何 你去吧 本宫也需要换身衣裳 临府门口 大皇还在静止地看大门 大皇 他们还在外面 汪汪 嘿嘿 看我不吭死你 他终于出门了 快去抱公子 跪 叫我夫人就好 你说的没错 我带南南出来之后 她立刻就变得精神起来 怎么样 干得不错 现在我们要做什么 林宠在宫里待的时间太久 心中机遇 夫人不妨抱着她 在街上逛一个时辰 说当作本宫逛街就好 逛街 我从没逛过要怎么做 天哪 究竟是怎样的宝藏男孩 竟然会陪女生逛街 久居深宫的贵妃 竟然还不知道什么叫逛街 灵秀耐心的为贵妃讲解 何谓逛街 那就是想看什么看什么 想买什么买什么 这王渡的地摊 真是无奇不有 又是小鹰的法杖 奥特曼变身器 还是这个头饰比较正常 戴上还真的是挺漂亮的 虽然是第一次逛街 这感觉还真不错 这些全都要了 一逛那就是几个时辰 夫人 午膳的时候 倒听说摘月楼的饭菜味道不错 要不要去那里用膳 你们安排吧 我听说附近有一家小店江南菜 做得不错 夫人要不要去尝尝 好 就据你说的这家小店 小店名字也叫江南菜 盐水鸭 水晶尤蹄 马蹄膏 白果蜜饯 贵妃看着满桌的江南菜 忍不住就大块堵移起来 公 家里虽然也有江南的大厨 但菜送过来时都已经凉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尝过这种家乡的味道了 那夫人这次一定要好好饱口服 就数你会逗人开心 属下人把灵秀的动向禀报给杨萱 使得他气愤不已 你和灵俊都有了婚约 竟还敢沾花惹草 告诉汪红 立刻动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已经十几年未曾回去过了 我听夫人平日里说话 偶尔会有江南腔调 便猜测夫人应该生长在江南 你特意安排这些 是知道了我是江南人士 你从小在京都长大 听得出江南腔调 我有个前女 我有个朋友 也是江南人士 所以听得出 妈爷 差点说漏嘴啊 你有心了 这次算我欠了你一份人情 为你做的这些事 就当是暴打了吧 你的法子果然不错 南南的精神好多了 采姨姑娘歌声动听 我平日修行累了 或是心中烦闷 也会常来这里 听曲子放松 你倒是懂得享受 今日出来太久了 往后你有空多来看看卡南南 我宋夫人 都带着贵妃 在街上转了一个多时辰 杨轩怎么还不动手 二十一世纪的海王灵秀 魂穿到异世界 还和王都第一才女赵灵俊 有个婚约 在薛妮儿生日宴当天 应知道杨轩就是幕后算计自己的人 所以疯狂地挑衅杨轩 即他再次出手 这次好不容易把贵妃忽悠出来 给你机会也不顶用啊 杨轩 就在这时 一个抠脚大汉 挡在娘娘身前 上来就是渣男女路 你的皮肤真白 照得让我都没黑夜了 好家伙终于来了 人事磕成点 嘴巴倒是不错 抠脚大汉还想上手摸摸 毕竟这么大 观众也想上手试试 灵秀深知 到了自己表现的机会 不等抠脚大汉的谩骂出口 一个巴掌扇的他 吐出了一口82年老血 脸上顿时肿了一个大包 搀扶的人真气不吵 一掌印在抠脚大汉身上 震碎了他的心脉 就这样隔屁了 栽赃嫁祸戏码就可以上瘾了 没气了 大哥死了 杀人了 杀人了 是谁杀了人 看到这里 朱瑾首先感觉到了蹊跷 毕竟能待在夏皇身边 玩弄心机 他们才是祖宗 就是他 带走 夫人先回去吧 这外头关去 朱瑾 你回去告诉陛下 让他必须还林秀清白 是 朱瑾回到宫中 将事情经过叙述给夏皇听 贵妃没事吧 娘娘没事 只是有些生气 他让老母转告陛下 务必还灵秀清白 清白 他可算不上清白 你想想 怎么早不陷害 晚不陷害 偏偏在贵妃出宫的时候 陷害他 可灵宠的病情 的确缓解了很多 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你还记得 有一次郑召他治兵 他晚来了小半个时辰吗 那次 他也是被人陷害 抓进了东城牙大王 还是小李子亲自取劳的 他只要说出 郑会召他进宫 哪个牙门敢抓他 这么说来 这一次 也是他算计好的 这小子看着老实 心黑着呢 都算计到镇和贵妃头上来了 简直是胆大包天 陛下一定要严惩他 绝不能姑息 狗奴才 本宫让陛下还他清白 你在说什么 你们这些人 整天算计来算计去 自己的心脏了 看谁都觉得脏 怎么感觉 我被骂了 陛下 本宫很喜欢他 你一定不能让他受委屈 好好好 朱锦 你马上去东城牙 把灵秀救出来 遵旨 陛下 真的不责罚他 这个小家伙 年纪不大 却激拧过人 身上又没有顽固之气 最重要的是 他娶赵家那位 天娇震恨 放心 老金急转弯时间 一个警察有个弟弟 但弟弟却否认 有个哥哥 为什么 答案可以发在评论区 有一个护短的娘娘 是怎样的体验 第二次来到东城牙 林公子 这次的案子 成令大人亲自下令 让我审理 我也没办法 不对劲 此案不对劲 林公子这是在提醒 我不要插手 哎呀 不行不行 本官的肚子好痛 本官要去茅房 告诉成令大人 这案子 还是他自己审吧 来到公堂之下 成令怒拍金堂木 林秀 你当众杀人一事 还不承认 既然是人命案子 东城牙 似乎没有审理的权限吧 你是青史斯文书 真把你交给青丽丝 指不定他们会怎么为你开拓 不如本官先过问一遍 再将卷宗移交行不私 这才公正 公正 我有没有杀人 大人 难道不是最清楚吗 放肆 光天化日 杀人还敢交给本官重重的用刑 先帐行 再攒行 最后迁行 用到他老实招供为止 怕 秘 秘真斯 你是秘真斯的人 有东城令大人 也有怕的人 其啊百姓 就应当知道 不有这一天 这光天化日 天理昭昭 东城令这般目无王法者 该当何罪啊 弄醒他 再行行 多谢朱总管相救 这一次 是娘娘护着你 下次再敢打陛下的主意 恐怕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 卧槽 被看穿了 看来羊毛 还是不能得这一只豪 也就算计了他两次 就被夏皇反应过来了 手下的对着东城令 那就是啪啪的一阵乱打 三两下 就全都招 你们慢慢审我 不打扰了哈 嗯 什么喂 我靠 谁家花粉吃炸 在茅房尊了半个时辰 还是逃不过 等等 朱总管 此案应该和东城委无关 方才他还提醒过我 既然如此 把他放了吧 老金急转弯时间 船边挂着软梯 离海面两米 海水 每小时上涨半米 几个小时 海水能淹没冷汤 答案可以发在民论区 有一个天之娇女未婚妻 是怎样的体验 连面都没有见过 就被王都各门法子弟记恨上 又是暗杀 又是陷害 公子放心 东城牙和刑部 我们特意观赵子 这桩罪名 灵秀他逃不掉 知道了 下去吧 只要落实灵秀的杀人罪 赵家便绝不可能 把灵俊嫁给一个罪犯 我听管家说 你在和平安博之子作对 爹 他配不上灵俊 那你配得上 我连艺术都没有 我也配不上 他若嫁给太子 赵王 我都没有意见 但嫁给那个废物 就是不行 那你恐怕要失望了 陛下是不会让他们两家解除婚约的 为什么 朱总管既然来了 有什么事 不妨直说 不是咱家说你 侯爷英明一事 但对于杨大公子 实在属于管教 这次 他可是捅下了天大的篓子 拿下吧 杨轩此时是一脸猛 你这么快就来看我了 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 没有 朱总管去得很及时 亮他也不敢不听本宫的话 否则本宫扒了他的皮 娘娘 学生这次来 是向娘娘请罪的 反正夏皇已经看穿我的计划 还不如坦白从宽 你有什么罪 就是这样 今天杨轩的事情其实 这个姓杨的 总是躲在背后捣鬼 本宫最讨厌 这样阴险狡猾的人了 没想到你平时看起来呆呆的 还能想到和一等后府 抗衡的好办法 实在聪明伶俐 贵妃娘娘 你这也太双标了吧 双标 是何意思 就是说 我和杨轩明明 做了同样的事 但你却说太阴险 夸我聪明 你对南南好 对本宫好 本宫看在眼里 往后你就是 我成春宫的人 谁敢欺负你 本宫替你做主 以后 我罩着你 兄弟们 你说 谁能抵抗 被性感少妇 包养的诱惑啊 有了 只见灵秀对着南南说着什么 贵妃还不解的看着南南 只见南南巴基 亲了一口贵妃 呀 是不是你叫南南这样做的 学生哪有这个本事 想必是娘娘天资国色 美艳无双 就连灵虫 也抵挡不住您的魅力 本宫老了 你不用边瞎话 哄本宫开心 娘娘哪里老了 您和明和 公主站在一起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姐妹呢 嘿 不要脸 马屁精 脑筋急转弯时间 有一块天然的黑色大理石 在九月七日这一天 把她扔到前塘江里 会有什么现象发生 答案可以发在评论区 真的是小刀扎屁 开眼了 往往最了解自己的 那就是你的对手 娘娘哪里老了 您和明和 公主站在一起 不知道 还以为你们是姐妹呢 娘娘被拍得是舒爽不语 哈哈哈哈的大笑 传遍长春宫内外 不行 再笑下去 本宫要长皱纹了 今天就到这里吧 本宫去让陛下 生一生你家的爵位 免得什么阿猫阿狗 都想着欺负本宫的人 多谢娘娘 你回去吧 有空肠来看男男 是 厚颜无耻 马屁精 我怎么就马屁精了 你说贵妃娘娘和我 站在一起像姐妹 你什么意思 公主和贵妃娘娘 没眼间确实有点相似啊 贵妃和父皇是表兄妹 真算起来 我和她确实可能长得像 小丫头骗子 看我怎么忽悠 贵妃娘娘和公主站在一起 的确像公主的妹妹 灵秀大声地说道 有了靠山的灵秀 还疯狂地挑衅公主 惹得明和公主 暴怒不语 想杀之而后患 来到清丽丝大牢 这里的味道 比东城牙的还要难闻 新鲜出炉的包子 要吃嘛 明日你就要被流放三千里 再不吃 这辈子可能都吃不着了 是巧合 还是你故意算计我的 这重要吗 薛妮儿生日那天 你故意激怒 你之后便又闭门不出 一方面给了我充足的准备时间 一方面又让我心情焦躁 这样 等你一出门 我便会迫不及待地动手 而你不知道 用了什么办法 说服贵妃娘娘出宫 只待我自投罗网 你可真应啊 彼此彼此 她顺手抢过灵秀手里的包子 秦聪在艺术院门口 找我拔饭 那次 是你指使的吗 是我 你碰巧和秦聪结了院 我就让他顺便废了 其实我有个问题没明白 你以前胆小如鼠 那天 为什么会在清立司宫堂 为一个女子出头 不惜得罪秦聪 这不是我了解的灵秀 没想到 第一个问出这个问题的 竟然是我的敌人 不想回答就算了 我也有个问题没想明白 我调查过 你的人品 在权贵中算是极好的 为什么非要和我过不去 杨轩气氛上前 因为你配不上邻俊 他和你在一起 不会幸福 被包办婚姻就算了 还要被未婚妻的舔狗陷害 好了 最后一个问题 刺杀我的刺客 是你找的吗 不是 我只想废了 从没想过要杀你 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 我笑你啊 王独想要你死的人太多了 根本猜不透 到底是谁动的手 脑筋急转弯时间 兵变成水最快的方法是什么 答案可以发在评论区 美女娘娘舔得好 家官进爵少不了 梨花院内 才一被灵秀抓着手 羞涩不已 我每日都会练习公子 给的曲骨 能感觉到体内 有一种力量出现 我猜的没错 三次觉醒后 果然就能继续复制能力 你是拼兮兮吗 怎么还有小数点 公子 怎么了 我看书上说 艺术是不能通过 把麦看出来的 这样 果然女子 无才便适得 女孩子 还是不要读太多书 对了 为何今日梨花院 并未开门做生意 上次出了人命案子 官府封了这里 不知道何时才能开门呢 一天不开张 就少一天的生意 这样下去不行 案子已经结了 我帮你们去催一催 公子这就要走吗 不听彩衣唱去了 再晚 他们该下牙了 那好吧 有劳公子了 彩衣果然对我有意思 果然还是要早点把关会 这样才可以开启我的海王生物 回到家中 你修行辛苦 要多吃一点 您二老再搁这碗堆高高呢 活了两世 这里才真正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 所以无论如何 我都要守护好这个家 权贵们掌握着军队 土地 人口等实际权力 这些年为了巩固黄泉 夏皇一直在缩紧对权贵的分封 在这种情况下 赵家还能从三等博到一等后 实现爵位五连跳 就是因为有两个前途无量的女儿 说到底 还是需要提升自身实力 高阶艺术师只能自已修炼 但对我这种低阶艺术师来说 课金改命 才是最快的手段 一颗同阶的元金能抵一天的修炼 而突破 需要至少十颗高一阶的元金 这么算来 课到第三次觉醒要十万两 课到第四次觉醒要二百万两 忽然觉得自己好穷 而且 三阶元金那么稀有 整个王都都凑不出一单课 再觉醒一次 课金改命这条路 就会被彻底堵死了 哟 吃着呢 李总管 坐下一起吃点 饭就不吃了 林公子 平安博 接职 林秀父母一下猛 林秀也是有些惊讶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老经级转弯时间 蛤蚪没了尾巴 成了青蛙 如果猴子没有了尾巴 是什么 答案可以发在评论区 田狗一时爽 一只田狗一只爽 林公子 平安博 接职 平安博之子林秀 数次救治 贵妃林宠 为其排解忧愁 其心可嘉 即日起 敬平安博为二等博 赐予良田白请 卷白匹 丫鬟不义共识人 我靠 权贵分封真的缩紧了吗 怎么贵妃娘娘一句话 就真的惊声了 公公辛苦了 那咱家就先回宫了 公公慢走 嗯 你们怎么来了 下官是来感谢公子的 恶非公子为下官开脱 下官必定凶多吉少 更别说升任东城令一职 今日特邪逆子 拜谢公子救命之恩 吴大人既然做了父母官 将来要多造福百姓 别总想着攀附权贵 你前任的下场 你也看到了 下官谨记公子教会 对了 记得解一下梨花院的风 人家小本生意 经不起折腾 是是是 还有 我有个朋友在梨花院 大人 平时多照顾一下呢 好好好 你背后那些是什么 是下官为公子准备的谢 还请笑呢 林秀忽然想到李伯章 千辈不醉是吧 你不醉我怎么有机会复制艺术 让你们这些异世界的人 见识一下 啥叫科技与狠魔 林秀 宁儿姑娘好久不见 哼 你还说呢 怎么这么久都不来上课 家里遇到些事情 请了几天假 不过 几日不见宁儿姑娘 怎么觉得 你又变漂亮 就你会说笑 浴茶的芬芳 宁 宁儿姑娘 宁儿姑娘 这是我家传的玉璧 我想把它送给你 这么贵重的东西 我怎么能收呢 我 我喜欢你 薛宁儿故装惊讶不已 当着灵修的面 就是送出了一张好人卡 哦 我仿佛听见了少男心破碎的声音 也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我把他们当朋友 他们却总是对我说这种话 当然是宁儿姑娘太有内容 人家仁爱 是个男人都想把你娶回家 那也包括你吗 哎 可惜我有未婚妻了 人家跟你开玩笑的 海王和绿茶的较量 谁段位高谁就你 脑筋急转弯时间 有一个人 无论他叫你把头抬高或垂下 你都会做 此人是谁 答案可以发在评论区 灵修再次觉醒 艺术增加了可复制次数 轻松就攻略了彩衣 获得了英之艺术 而拥有超强攻击的雷之艺术 让灵修是垂涎已久 每次约上李伯彰相 将其灌醉 奈何实力不允许 东城牙为昨天的事情 答谢 送了一车酒给灵修 嘿嘿 辛苦了一晚上 把一车酒 蒸留胜这一小瓶 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 什么叫科技的力量 艺术院胡编 怎么 羡慕了 怎么会 我的梦想 可不是区区一棵树 而是整片森林 骗骗自己就算了 没必要骗兄弟 毕竟我们是一样的人 灵修为宁儿姑娘 准备的那场烟花 实在惊艳 宁儿姑娘将你当成了猎物 殊不知 她才是你的猎物 但是作为朋友提醒你一句 她可是薛国功夫的掌上萌珠 不要玩火自焚 李兄放心 我有份寸 我本来就是奔着艺术去的 对她的感情和身体没有兴趣 灵修狠狠地咽了咽口水 对没有兴趣 再想了想 好吧 这个还是可以考虑她的 说起来 李兄年龄与我相仿 不知可有婚配 我们这种人 各是被婚约束缚 未免太可怜了点 说得好 你有故事 我有酒 喝点 你随身带了一坛酒 本来就是来找你喝酒的 不把不灌醉 雷霆之力 怎么得手 这酒香也太浓烈了 能不能吗 十大坛就蒸留出这么点 够你瘦的了 雷霆之力 复制成功 只见灵修周身 雷霆之力环绕 嘿嘿嘿 终于练成了 大雨傍活 一辆马车经过 这位公子 下这么大的雨 怎么不打伞啊 上来吧 我烧你一程 不用了 我家就在城门附近 马上就 在灵修不经意间 一把剑已经直直地刺了上来 灵修用上了自己的体操 365度旋转 显显地躲过了一剑 刺客看一击不成 提架上 灵修巧妙地后退 在剑前生成了冰花 阻挡了致命一剑 没想到你还有点东西 冰层根本挡不住 灌注了真气的剑 还是伤到了灵修 灵修被迫使出了雷霆之力 打指刺客被突如其来的雷霆电马 灵修七十二上 直拳稳稳地 轰在刺客身上 吐出了一口82年老血 倒飞扎的马车 四分五裂 灵修也同样身受重伤 跟随刺客一样 晕了过去 脑筋急转弯时间 什么东西天气越热 他爬得越高 答案可以发在评论区